第901章 独孤镜的投名状 可在这样的时刻 欧阳剑王竟然还在笑 老鬼 你废了 在这粉末漫天之中 婆娑鬼王抬起头 白呆地看了一眼苍天 然后 他忽然也笑了 他死了 我也该回到从前了 血神契约束缚了我这么多年 你觉得 我会伤心吗 什么意思啊 欧阳剑王皱眉 你没必要明白 说话的时候 婆娑鬼王的身体 竟然发生了恐怖的变化 他的身体在靶长 长到了三米多 变成了一个惨白色的人形怪物 双手转为了双爪 更惊人的是 他自己的双眼之中 浮现出了990多的星点 什么鬼 欧阳剑王倒吸一口冷气 什么玩意 回到他身边的大黄狗 也伸着舌头 瞪大眼睛 一脸猛闭 我族先祖 有更高层次的血神契约 签订半生兽 达到隐匿的目的 此后境界修为 受半生兽限制 如今 契约兽已死 再也隐匿不了我的身份 但是 拿到你这钥匙 我也没必要隐匿了 婆娑鬼王戏声自言自语 欧阳剑王没听清楚 就算听得清楚 他也听不懂 他也没有参照 毕竟当初叶菩提 在半生兽还没死的时候 就让李天命绞杀了 这时候 婆娑鬼王的身体 已经变化完毕 他的身上长出了白色的毛发 身体有些像是猿猴 难以想象 这竟然是一个不错的美人 变化而成 他舒展了一下身体 随后 锁定了重创的欧阳剑王 死 天元神山没有别人 他一点都不怕 欧阳剑王顶纹已破 婆娑鬼王已经暴露了本体 就算欧阳剑王暂时想不明白 他又怎么可能 让他活下去 呼呼 他伸出爪子 欧阳剑王至今为止 都目瞪口呆 死亡 降临 他坚守在这里 注定要以死向搏 壮烈牺牲 按照套路 我这人在闪光后 必死壮烈牺牲 已达到煽情的效果 不过 你当我是老义啊 要是这么重要 老子岂会 没留有一手 在绝境之中 欧阳剑王忽然哈哈大笑 那大黄狗 直接回到了他的半身空间 见来 天元顶 给老子开启逃命模式 欧阳剑王握住九中神剑 脚踩在天元顶上 人剑合一 给我冲天 天元顶反应迅速 最后一次力量震荡 嗡 那爆炸般的力量 直接将欧阳剑王 如一把剑样 弹飞了出去 目标 薛圆弧 嗖的一声 欧阳剑王跑没硬了 空气之中 留下他一句 风紧扯呼 当 婆娑鬼王的爪子 打在了天元顶上 差一点命中欧阳剑王 一旦命中 撕裂粉碎 他愣了一下 那是一种被狠狠戏弄的感觉 当他回头的时候 眼睛已经血红 好 其身体 发出一声震天咆哮 嗡 他雄壮的双腿一震 整个人朝着欧阳剑王消失的剑光 疯狂追去 哈哈 空气之中 回荡着欧阳剑王痛快的大笑 我欧阳小雨 守住钥匙 逃出生天 此情此景 为何不淫失一手啊 听好了 吾有大酒缸 与君共落汤 我福将上瘾 君最刚底藏 人生何其短 先贪来一服 小人休者如 我且又一服 好饮穷将尽 醉狗怒腾出 酒心盖血雨 龙鸣盖豪哭 左懒醉翁湖 地剑调顶炉 便问谁有酒 与我再一服 休恼人间苦 再服三白无 婆娑鬼王快哭了 装完逼救狗 还有控淫尸 这还是人吗 酒龙盘神结界呢 好 江无心大渺小的身体 竟然爆发出 比兰荒还要响亮的怒吼 真不知道他的肺 到底有多大 宣言道 先祖龙魂 再加上李采薇 叠加了大梦星剑 包括李采薇的半生兽 云梦幻天狐 都已经出现 那是一只雪白的九尾妖狐 白色的毛发之中 带着淡淡的粉色 同样拥有一双魅惑的粉眸 那流线般的身体 荧光闪耀的毛发 晶莹剔透的双眼 迷离的眼神 如梦似幻般的动作 都堪称完美 尤其是那九条尾巴 就像是美人修长的腿 九尾 是他们一族历史以上 绝对的最高天赋 这样的云梦幻天狐 一下让萤火眼睛 都看直了 我明白了 萤火情深意切道 你明白什么 怪不得我对太清方式 那么多美貌小凤凰 都没兴趣 原来真正的爱情 必须跨越物种 滚 李天命眉头紧皱 这江无心的肉身力量 太爆炸了 幸好李采薇的大梦星界 对他有一定的限制 暂时将他困在了幻境之中 要不然 他绝对能产生更恐怖的破坏 但说实话 他的身体刚硬无比 薛元道施展千星要龙神级 好像都没砍死他 这说明要解决掉这江无心 绝对很难 关键是 除了魔宗外的五大神域大军 全部已经集结 一次性到来正好 不用我一个个解释 接下来 就看看 风清玉 独孤静 长孙神穷 你们是人是鬼了 李天命身边 还有几位宗主 分为是凌云天 蒋元君 珊瑚仙子 和强威仙子 珊瑚仙子 神色很黯淡 剑无意的背叛 对他的打击很大 他现在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不过 他抗主了 请四位为我助阵 没了方太清和剑无意 李天命只能靠他们 护着自己 出去说话了 薛元湖外 鬼宗 剑宗 海宗和天宗四大军团 集结了八十万生死捷径强者 包围了九龙盘神捷径 地藏鬼王 独孤静 长孙神穷等人先到 隔着人群 独孤静和地藏鬼王对视了一眼 独孤静便来到了他眼前 两人低声交谈 婆娑鬼王呢 独孤静眯着眼睛问 去拿另一把钥匙了 那守护者 还在天元顶 地藏鬼王道 那可得小心点 他在天元顶 还是有点本事的 独孤静道 他出马 应该拿到了 就差薛元道这一把了 地藏鬼王 目光转向结界深处 锁定了薛元道 李采薇 为何背叛 独孤静问 这女人自作聪明 自寻死路 不过无所谓 不管她是否背叛 下场都一样 对吧 地藏鬼王道 是的 独孤静和他暧昧一笑 最后一把钥匙 功劳送给你 我率军攻破结界 薛元道 给你杀 地藏鬼王 地藏鬼王慷慨道 多谢鬼王 我感激不尽 独孤静激动道 这是你的投名状 好好把握 前途无量 地藏鬼王道 这时候 掌孙神穷同样过来 两位聊什么呢 他好奇问 我跟地藏鬼王下投名状 问问他 我能不能加入鬼宗 当的鬼王呢 独孤静笑道 以独孤兄的能耐 地藏鬼王怎会拒绝 掌孙神穷哑然笑道 掌孙神穷来后 他们说话的声音大了起来 很多人都听到了这对话 场面热闹了起来 如果独孤兄弟愿意 我们鬼宗当然欢迎 不过 海宗怎么办呢 地藏鬼王笑问 当然是病入鬼宗 独孤静道 哈哈 所有人都笑了 当然 这明显是开玩笑的话 没多少人会当真 笑完之后 地藏鬼王咳嗽了一声 表情严肃起来 道 人道得差不多了 所有人听着 一鼓作气拿下轩缘湖 大获全胜 瓜奋天下 他回头一看 剩下四十多万鬼宗强者 在这一路 已经杀红了眼睛 现在他们都驾驭着半生兽 吼声杀声震天 等待着地藏鬼王下令 这是改变历史的一刻 杀 杀 杀 踏平神宗 图灭轩缘 凶恶的吼叫 汇聚在一起 震荡着整个轩缘湖 所有人都已经露出了獠牙 就在这时候 风轻玉落在了他们眼前 各位 可有看到过剑无翼 风轻玉问 地藏鬼王 独孤静等人对视一眼 我没看到 他是要进去拿物件石吧 会不会败给轩缘道 被他杀了 独孤静道 鬼王 我们找到了剑无风 和剑青元的尸体 没有剑无翼的 有人把尸体送上来 风轻玉见了尸体 眉头皱了起来 时间不短了 你们这群人行踪这么明显 剑无翼还没找到你们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是被杀了 第二种 他被轩缘道囚禁 独孤静道 想知道答案 杀进去 找轩缘道问 不就知道了 地藏鬼王诚恳道 风轻玉本不想继续掺和的 可是现在 剑无翼生死未卜 他冷漠的视线 穿透了结界 落在了轩缘道的身上 然而 旁边江无星的强大 才让他心里一个咯噔 地藏兄 风轻玉回头 请说 你们用什么方法 把无星变成这样 风轻玉问 风兄 星图拿了 人就是我们的 你不好过问吧 地藏鬼王微笑道 说的也是 风轻玉冷笑了一下 他回过头 看着江无星手中的苍穹神剑 心里有了无限的不安 没有人知道 这把剑 是他送给剑无翼的 无星 发生了什么事情 风轻玉感觉乌云盖顶 他已经不敢想象 而在这时候 地藏鬼王举起手 引动着沸腾 暴躁 疯狂的八十万大军 震天吼道 各位 这九龙盘神结界虽然强大 但只有一重结界 且只有先祖龙魂 如今江无星已经牵制了龙魂 等于轩原湖没有结界 接下来 我 独孤剑 风轻玉 三大十二重死结 将带领各位 踏平轩原湖 屠杀神宗 仙宗 心宗和地宗 全部高手 各位听好了 从今天开始 九大神域不复存在 这苍天之下 大陆之上 只有五大神域 尊神薛原熙 必死 现在听我号令 杀 轰隆 万众沸腾 而在这样的时刻 人们没想到的是 一个白发少年 竟然先一步冲出 九龙盘神结界 他在万军之前 将无数的尸体 从须弥之界中扔了出来 当场堆积成山 起码数千 关键是 这样的尸体 很多人 从未见过 第902章 太古时代的真相 这是什么 鬼神一族完全不同的模样 鲜血 气息 再加上李天命的特殊身份 一下子引起了鬼宗 剑宗 天宗 和海宗 等八十万大军的注意 原本正要冲杀进 薛原湖的大军 被声声阻拦了下来 他们瞪大眼睛 看着这些尸体的细节 就算这些死尸溃散的眼睛里 都有新典的存在 他们的样貌 奇形怪状 有的像是人兽同体 有的多出手臂 大腿 有的甚至 有一大一小两个脑袋 绿血 蓝血 甚至是惨白色的血液 更是和上古典籍之中 描述的某种 可怕存在契合 传闻那种存在 掌控炎黄大陆百万年 奴役人族 尽管史料记载 有许多添油加醋 不可信的地方 可大体上的正确 就能证明一切 在场都是生死捷径的强者 大部分都百岁以上 见识不至于浅薄 还有一些专门研究 地狱一族的长者 许多三元节老 包括鬼宗强者在内 几乎第一时间 就惊呼了一声 地狱一族 这四个字 让整个血缘湖都爆炸了 包括鬼宗四十多万大军 基本上都代理原地 他们眼睛瞪圆 甚至倒吸一口冷气 许多人揉着眼睛 完全不敢相信 绿血 蓝血 多臂 平均三米多高 相貌猙獰 气血磅礴 肉身强悍 以半生兽为食 这就是太古时代 里记录的地狱一族啊 古原经里也有描述 好像就是这样子 亏现在很多人还以为 古原经 是无稽之谈 地狱一族竟然真的存在 李天命 这是哪里来的 一时间 包括轩原湖内 一百多万生死捷径强者 都已慎重 震撼的眼神 看着李天命 很明显 就算是九宫神域 真正知道九重地狱的人 仅有几个鬼王 连他们的上百个三元节老 都全部被蒙在鼓里 最可怕的是 自九宫鬼神开始 鬼神余孽 已经在鬼宗传承十万年 竟然从来没有暴露过 可见 他们一定有着最完美的隐秘手段 当然 就算有人发现 估计都被处理了 人们对于地狱一族的恐惧和慎重 并不出乎李天命的意外 被奴役 被残杀了百万年 有些恐惧 那是藏在血脉之中的 每一个人族 看到这鬼神一族的刹那 都头皮发麻 他们没有被奴役的记忆 但是祖上传承下来的血脉理由 这是高阳在雄狮面前 本能的颤抖 哪怕高阳从未曾见过雄狮 第一次碰上 就知道 该逃命了 在这种死寂的时刻 李天命瞄了一眼地藏鬼王 不出预料 这家伙看到这些尸体的刹那 脸色当场大变 那眼白直接腥红 狭长的眼睛 更是直接眯了起来 无形之间 就有煞气在其身上翻滚 那是一种致命的杀机 让李天命直接可以判断 这家伙 百分百是鬼神余孽 李天命还没说话呢 地藏鬼王就哼了一声 大声道 各位 别让李采薇的障眼法骗了 都是吓唬我们的 地狱一族都灭绝了二十万年了 这小子想靠这种障眼法 保住轩辕湖 真是华天下之大击 所有人听令 不许直步 马上出战 以敌人之血 祭手中之剑 说完 他自己陡然一掠 朝着李天命杀来 杀人 毁尸 不管你从何处得到这些尸体 只要你死了 尸体被我毁了 大军一旦冲进去 没人能回头 地藏鬼王心里冷笑 在这样的场合下 光靠鬼神一族尸体 就能破坏他们的十万年大计 做梦 只要杀红了眼睛 谁管鬼神一族 只是 让地藏鬼王心里愤怒的是 除了鬼宗外 其他三个宗门都没动 就算鬼宗内 响应他的人 大概只有一半左右 其中很大一部分三元节老 都皱着眉头 面面相去 还在犹豫 以他们十重生死节以上的战力 是不是障眼法 其实他们心里很清楚 地藏兄 何不稍等片等 让这小子说个明白 再杀也不迟 身后忽然传来了 一个森冷的声音 地藏鬼王不用看都知道 这声音来自六道剑魔风轻玉 他双眼死死盯着这些尸体 已经看了很久 他在看了李采薇一眼 想起了他们之间的对话 竟然一语成衬 风轻玉闭上眼睛的时候 他感受到自己血脉之中 那种来自祖上先辈们的本能恐惧 那是一种类似猫咪炸毛的感觉 让他头皮已经发麻 对 对 还是让他说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吧 我感觉有点问题啊 长孙神穷小生说 地藏鬼王 这是怕了吗 地狱一族的存在 乃是所有人族生死存亡的大事 超越了我们争霸 内斗 自相残杀 搞清楚 对谁都有好处 天命 说清楚 这些地狱一族尸体 来自哪里 八卦新宗宗主凌云天 大声说话的同时 重重地拍了一下李天命的肩膀 李天命站了出来 诸位前辈 长辈 所有的事情 请听晚辈 为你们一一说清楚 在这之前 请大家看向苍天 那一颗被神宗天原顶镇守的五色星辰 它诞生是千星镜 原本是一颗灰星 我亲眼见证它的诞生 它的名字 叫做九重地狱 大家问我 尸体从哪里来 答案就是 我钻进了五色结界 进了这九重地狱 杀了一众被囚禁了二十万年的鬼神一族后裔 亡命逃了出来 大家要是不相信 都可以拿这些尸体 亲眼看看 它们的血都还是热的 这些 都是今日新兴出炉的鬼神一族尸体 李天命以最响亮的声音 几乎让每个人 都听清楚了 他说的每一个字 他在说话的时候 就盯着地藏鬼王一个人 他表情肯定是怪异的 因为 李天命能潜入九重地狱 对他来说 简直是晴天霹雳 这甚至意味着 不用破坏神体 这小子就能将鬼神一族放出来 太意外 李天命说的话 直接造成了全场轰动 他继续说 大家继续听好 接下来 我为大家讲述 千辛境的真正秘密 还有二十万年前 一直混在我们人族的鬼神余孽的惊天阴谋 还有九宫鬼神真正的身份 我相信在座各位能修炼到生死捷径 都不是傻子 都能判断什么叫做真假 最重要的是 我会告诉大家 今天这场神域大战 它的本质和真相是 鬼神余孽 为了破坏天原顶内 薛元大帝的神体 破坏九重地狱最后一重囚禁结界 放鬼神一族重灵人间 再奴役我们人族百万年 李天命的声音 全场回荡 什么 这些话 更炸锅了 一时间 全场大乱 所有人都盯着李天命 很显然 他说的话都很有条理 至于是非真假 众人都能判断 接下来 李天命以最快速而简洁的语句 将千辛境 雪龙风魔结界 薛元大帝留下的宝藏 还有他对自己的交代 包括天原顶的两把钥匙这些真相 全部告知众人 他只少说了月之神境的相关 毕竟薛元大帝交代过 只有鬼神重灵的情况下 才能求助月之神境 在说话的时候 李天命当场展示了 来自薛元大帝的宝藏 包括一人五龙的薛元天魂 那薛元天魂 绝对是证明 他言语真实性的有利证据 鬼神一族还热乎的尸体 更是证明 所有的一切 只要有点脑子 都基本能判断 天上那五色星辰 百分百就是二十万年前 把人族当畜生一样 奴役的鬼神一族老巢 甚至 李天命提到了巨简 那分明就是沉睡苏醒的标志 各位 大家都想不到 鬼神愚孽不但潜藏在我们之中 二十万年从未被发现 他们为了卷土重来 比谁都小心 就算有人发现 估计都被他们杀了 时至今日 他们能主宰这场神域之战 说明他们的身份 一定极高 一定超强 所以 鬼神愚孽到底会是谁 大家有答案了吧 李天命说话的时候 他的眼睛和手指 都指向了地藏鬼王 刷刷 所有人都看向了地藏鬼王 尤其是九宫鬼宗的强者们 他们满脸愕然 不达到鬼王级别 根本参与不了鬼宗的核心 鬼宗强者和鬼神愚孽 那是两个概念 很显然 一个秘密 知道的人只要多了 那就会有暴露的风险 想处理 掩盖都不行 所以 除了鬼王外 这四十多万鬼宗强者 都不知道真相 甚至他们祖上 有人离奇死亡 至今都没查出凶手 这些人 很可能就是 发现了鬼神愚孽的秘密 被秘密杀死 场面一度死寂 马上就有人开始说 不 不 李天命 这一点你说错了 我们地藏鬼王 可不是鬼神愚孽 那些鬼神异族 眼中都有新点 而且 他们没有半生兽 我们九大鬼王 都有半生兽 有鬼宗的三元节老道 对对 地藏鬼王有半生兽 他不是鬼神愚孽 七星天宗掌孙神穷连忙说 真正的鬼神愚孽 肯定藏起来 从来没现身 不对啊 不现身 怎么操纵大绝 那就是没操纵呗 他们潜藏着 趁着我们朱砂轩缘息 想捡漏子 反正不是地藏鬼王 他的半生兽 我亲眼见过 九大鬼王的半生兽 我们都见过 你们别说血神契约 血神契约签订的半生兽 能进化到九百多星 能成为鬼王 要是能超过五十星 那都谢天谢地了 一时间 议论声音到处都是 要不让地藏鬼王 给大家一个解释吧 风轻遇到 第九百零三章 他们是 鬼神一族 万众瞩目之中 地藏鬼王咳嗽了一声 道 听李天兵说了这么多 我个人认为 鬼神鱼孽确实存在 而且他们想借助 我们这场神域之战 浑水摸鱼 不过 既然李天兵怀疑我 那我就证明给你看 首先第一点 我眼里没有新点 他扫尸一周 这一点 众人可以确定 其次 大家请看我的老兄弟 自我出生后 他就陪伴我至今 如今 我们都是冒蝶之年 刻意诬陷我是鬼神鱼孽 实在有点太可笑了 地藏鬼王说话的时候 他的半生兽诞生 无尽的黑雾缭绕 冲上云霄 在云层之中翻滚 那是一头恐怖的巨兽 看不清楚模样 他很生气 道 都瞪大眼睛看清楚 我和地藏共生这么多年 虽然我年虽大 但是当年 亦是一步步打出来的 至于血神契约 能成就我这种 九百九十八星的半生兽 哈哈 他的声音 震动天地 更证明了地藏鬼王的清白 回来吧兄弟 地藏鬼王微笑道 他语气平淡 看起来 已经心平气和 李天命 则快要气炸了 这老狐狸 没想到证据确凿 真相都说出来了 现在谁都知道 鬼神鱼孽 想要让鬼神重灵 但关键是 地藏鬼王当场甩锅了 撇清自己和鬼神鱼孽的关系 虽然轻描淡写 可关键是 半生兽确实能证明一切 李天命就算跟他们说 也许会有不同的血神契约 估计都不会有人相信 最起码 林萧萧和太古邪魔的血神契约 铁定不同 关键是这时候 地藏鬼王根本没给机会 他的双眼 直接爆发出冷光 盯着李天命 大声道 既然两把钥匙 都是神宗手上 以神宗现在的薄弱 更守不住这两把钥匙 很可能导致鬼神重灵 把我们给害了 所以我建议 我们继续踏平神宗 让更强者持有钥匙 为了避嫌 我们鬼宗决定不持有钥匙 一把给独孤静 一把给风轻玉 诸位觉得如何 独孤静是自己人 至于风轻玉 还算盟友 虽然到他手中 拿回来估计有点麻烦 但总比在敌对的神宗手里好 他扫尸四周 说得对 现在的神宗 就剩下一个轩原弧 连九重结界都破了 拿什么手住钥匙 一个轩原道 还有一个普通三原杰老 万一鬼神愚孽现身 钥匙在他们手上 简直就是 在拿我们人族的安危开玩笑 把钥匙分开 给两个最顶级的人族强者持有 我认为更合适 长孙神穷附和道 wwwttklanc0 大家不要忘记 神宗有一个轩原锡 这家伙一旦重归神位 我们今日已经打破了五重结界 以后都得灭亡 还不如杀了轩原锡 把钥匙拿在手上 这样鬼神一族 更别想重灵 我们更能安然无忧 对不对 但是 这个进攻的过程 会不会让鬼神愚孽 找到机会啊 不会 他们一定没那么强 否则早就抢走钥匙了 让独孤进和风轻玉 各自拿一把钥匙 我们放心 局面完全变化 地藏鬼王这老狐狸 以半生受自证身份 仍然鼓动着所有强者相信他 他确实很清醒 撇不开鬼神一族 他就自证清白 他就吃准了 李天命不知道他以什么方式 变化为人族 这是二十万年 鬼神愚孽能留下来的根本秘密 地藏鬼王 那怎么解释 你和婆娑鬼王 在五色星辰外 制造一个黑白结界 接引吴皇说话 李天命咬牙道 你开什么玩笑 谁看到了 你随便杜撰 就能诬陷我 地藏鬼王愤怒道 说完之后 他再次下令 别跟他们废话了 所有人随我一起 帮助独孤进 封清玉两位拿到钥匙 我们鬼宗有鬼神余孽渗透 为了自证清白 绝对不靠近钥匙 是 说到底 地藏鬼王在鬼宗 仍然有很大的权威 很多人把他 当做上神一样敬重 李天命 毕竟是他们渴望杀死的敌人 就算他带来了真相 在地藏鬼王的决策合理 且能自证清白的情况下 在这热火烧到脑子里的时候 要在这瞬间做出真正理智的判断 还是有点难 不过 真正随地藏鬼王出动的 仍然只有一半的鬼宗强者 还有小丑般的长孙神穷 带着的小部分天宗之人 场面 仍然有些尴尬 关键是 独孤进和风轻玉都没动 尤其是剑宗这边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在这样的时候 还要进行一场混战 很容易给真正的鬼神余孽 找到机会 即使攻击上来的人不多 李天命面对那杀气冲天的地藏鬼王 还是没办法 他只能退回九龙盘神结界 只要地藏鬼王鼓动下去 只会有更多人 冲进薛园湖死站 情况仍然危急 在这样的时候 忽然发生了一件 让人喷饭的神奇事情 天上剑光闪烁 一个头发喷乱 浑身染血的罪汗 从天而降 他如同流星一样 砸在了李天命眼前 李天命一伸手 硬扎马步 伸手揽腰一抱 硬生生泄掉了这家伙的力量 让他免于砸在地上 我乐个去 天元顶火力不够 半路掉下来了 天命 快带哥进结架 来人正是欧阳剑王 谁都知道 他身上有一把钥匙 都这时候了 你还在外面乱晃 李天命差点吐血 他还以为 他躲在轩辕湖里面呢 欧阳剑王的出现 可以说 再度阻断了地藏鬼王 让他冷了一下 紧接着 大事发生了 天上一道白光冲击而来 发出愤怒的吼声 朝着欧阳剑王杀来 快跑 我已经把他祖宗十八代都骂完了 他现在脑子都气炸了 快啊 在欧阳剑王怪叫之中 李天命连忙横抱着他 冲进了九龙盘神结界 轰隆 一个三米多高 形如人缘桶体 浑身惨白色 眼中有九百多星点的人形怪物 轰隆砸在地上 使得大帝当场爆裂 好好好 看得出来这怪物真的被气炸了 他双眼里满是血 自己的牙齿咬破了嘴唇 爪子撕裂了自己的胸口 那恐怖的暴力之气席卷开来 他此刻的暴躁 就像是他全家被欧阳剑王凌辱致死似的 他就是婆娑国王 没人知道这一路上 欧阳剑王怎么辱骂他 能把他气成这样 完全没了神志 或许这是他婆娑鬼王展现本体的弊端 当他砸在地上的时候 一时间上百万呆滞的眼神落在了他的身上 更是逼得地藏鬼王都声声停了下来 场面再度死寂 呼呼呼 婆娑鬼王剧烈地喘气 他本要继续追逐欧阳剑王 可追了几步后 他的脚步越来越慢 然后他脸色大变 骇然回头 他的眼睛正好碰上了地藏鬼王呆滞的眼神 这一次地藏鬼王是真的梦了 你还没拿到钥匙 婆娑鬼王呆滞问 这都多久了 按照道理 地藏鬼王这边那么多人 早就把轩辕湖毁灭了吧 他万万没想到 来了个李天命 阻断了地藏鬼王的进攻 更是宣布了真相 如果没人知道真相 他这个样子冲到这里 斩杀欧阳剑王 拿走钥匙 根本不会有人怀疑 毕竟 没人会把这忽然出现的怪物 和婆娑鬼王 鬼神余孽联系在一起 拿到钥匙 他也算功成身退了 可是 这边还没打呢 不但没打 连鬼神异族的真相 都完全暴露了 一时间 他直接成了全场焦点 尤其是 他落下来 竟然第一时间和地藏鬼王说话 那就更绝了 直到这时候 他才看到满地 都是他鬼神异族的尸体 这 怎么回事 婆娑鬼王彻底傻了 鬼神异族 活的 一时间 所有人盯着他 全场尖叫 什么鬼神异族 这是婆娑鬼王 被我借用天元鼎的力量 斩杀了半生兽 当场就变成这样了 眼中里的星点都冒出来了 欧阳建王骂骂咧咧 从李天命的怀抱里下来 气愤地说道 婆娑鬼王 半生兽死了 变成这样 众人倒吸一口冷气 然后 上百万人 扭着脑袋 将目光投在了地藏鬼王身上 大家都清楚地记得 那婆娑鬼王化成的怪物 在第一时间 下意识和地藏鬼王说了一句 你还没拿到钥匙 这是什么意思 是个人都明白 他以为地藏鬼王 已经拿到钥匙了 地藏鬼王的第一目标 竟然是钥匙 那么 它是什么东西 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一时间 全场暴乱 尤其是鬼宗四十多万强者 几乎吐血 我们供奉了数百年的第一 第二鬼王 他们是鬼神一族 彻底炸了 闭嘴 谁能证明 欧阳剑王说的话是真的 说能证明这鬼神余孽 就是婆娑鬼王 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 那个 我家狗哥能证明 欧阳剑王一说话 全场死寂 然后 黄泉魂天犬出现了 众所周知 我家狗哥是一只黄毛狗 现在 它被婆娑鬼王的天云巨兽 给生生染成了白色 诸位要是不幸 还可以去天云神山看看 那里整座山 都被天云巨兽的天云坟给盖住了 起码一米厚 再不成 地藏鬼王 你让真正的婆娑鬼王出来 他又不是老年痴呆 在大伙面前露个头 难度不高吧 欧阳剑王连续三句话 彻底毒死了 所有为地藏鬼王说话的人 证据 万事都讲究证据 关键是 现在所有的证据 都说明地藏鬼王和婆娑鬼王 就是地狱一族 对了 还有紫霄鬼王 都给我宰了 不过那家伙 估计不是地狱一族 也就是说 九大鬼王 除了地藏婆娑 都死光了 在这样死寂的时刻 李天命站了出来 他的手里 踢着一个白色的人头 地藏鬼王 他一声大吼 所有人 都看到了他手里的白色人头 包括地藏 婆娑 你看这是什么 第904章 我求一个死 认识吗 这是我在九重地狱杀的鬼神一族 他们称呼 他为鬼神太子 也就是说 他是你们一族未来的皇 刺激吗 愤怒吗 来杀我啊 李天命 直接把场面 给控死了 欧阳建王帮了大忙 这个太子 估计能拿来当致命一击 不管地藏鬼王多么狡猾 当他看到这鬼神太子的手机之后 完全忍不住 发出了一声淒厉的怒吼 婆娑鬼王 亦是如此 一个鬼神太子 在这样铁正如山的情况下 让他们彻底暴露 没有人 会再相信地藏鬼王了 包括长孙神穷在内 他连忙倒退了好几步 嘴唇都在颤抖 我 我差点帮了鬼神一族 丛林人间 奴役我们 这 要是先祖知道 会把我骂死啊 幸好 被我们识破了 长孙神穷差点以泪洗面 人有欲望 也有恐惧 对疆域 资源 壮大的渴求 都是欲望 对鬼神一族 那是源自百万年被奴役的恐惧 在真相确凿的时候 致命的恐惧 一定会战胜欲望 很简单一个道理 一群羔羊在争夺草地时 对面狮子来了 这时候该干什么 继续抢草 草地抢到了 有命吃吗 长孙神穷 狠狠甩了自己一巴掌 宗主 你可千万别再犯糊涂 那鬼神一族可不是开玩笑的 点击记载 他们拿我们当畜生的 族中很多长者 连忙跪在了长孙神穷面前 就算长孙神穷还想帮助地藏 他都没人可用了 能好好当人 谁想当畜生 长孙神穷颤抖道 整个七星天宗的想法都很明确 这不是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事情 就算长孙神穷脑子有病 还要进攻神宗 回头一看 他的人都得跑 其实不用说七星天宗 更崩溃的是九宫鬼宗 不管这些节老 平时如何凶残 他们都是人 骨子里对鬼神一族的恐惧 仍然存在 信仰了十万年的九宫鬼神 竟然非我足类 很多人信仰坍塌 内心痛苦 惨不忍睹 就算有人背弃不了信仰 可是看一眼婆娑鬼王的样子 都不得吸一口冷气 人站住了 可血脉里的恐惧 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的心理 根本控制不住 让五脏六腑都在颤抖 有些伤痛 一个士族 二十万年传承 都忘记不了 种族和种族之间 隔着的 乃是巨大的鸿沟 能忘记自己身上 留着的是什么血的人 永远只是少数 杀了鬼神余孽 李天命先在九龙盘神结界内吼了一声 杀了他们 紧接着 结界内的四大宗门杰老都随着李天命震吼 杀 结界之外 天宗 海宗和剑宗 都有不少人 加入队伍 一起嘶吼 只有鬼宗强者们 很尴尬 他们太难以接受 整个九龚鬼宗 竟然是由鬼神余孽 创造这个事实 即使如此 还是有很多人 加入怒吼 这部分人 对鬼宗感情不强 甚至是后来加入九龚神域 只不过 有他们牵头 在穷凶极恶之徒 都不敢轻视鬼神一族带来的噩梦 形势终于大变 在场一百多万的生死捷径强者 起码有一百万以上 已经怒目而逝 在无形之间 他们压向地藏 婆娑两位鬼王 喊杀震天 两位鬼王 已经穷途末路 但 他们很强的事实 同样无法忽略 在这大势已去的关头 地藏鬼王和婆娑鬼王对视了一眼 天地动摇 他们仍然冷静 拿钥匙 这次 他们完全豁出去了 这两人距离结界很近 他们当场盯上了欧阳剑王和轩辕道 两个十二重死劫的巅峰强者 曾经炎黄大陆的第一第二 直接冲进结界 就算没了鬼宗大军 他们两人加上江无心 仍然可怕 关键是 根本没有 能拦住他们的人 轰隆 结界内拦截的强者 直接人仰马翻 连那凌云天 珊瑚仙子等人 都被婆娑鬼王直接拍飞了出去 生死不知 在这紧急情况下 并不算大的轩辕湖 要处理这两大巅峰强者 还真是不容易 譬如那地藏鬼王的半生兽 冲进轩辕湖 黑雾瞬间缭绕开去 卷向了数十万大军 再算上江无心 九龙盘神节界的压力 陡然增加 可怕的是 这两位根本不和普通人缠斗 他们势如破竹 穿透包围 就是要万军从中 擒贼先擒王 没有大军冲杀 难度大了许多 但以这两位鬼神愚孽的神勇 薛元道和欧阳剑王 同样非常危险 尤其是欧阳剑王 他现在基本没战斗力了 一时间 整座薛元湖 再度大乱 保护他们 外面的强者 除了大部分鬼宗的强者 仍然尴尬 迷茫 没有动静外 其他三个宗门 包括剑宗的太乙剑族 都直接冲进来支援 只可惜 后面进来的人 更是跟不上两大鬼王 砰砰砰 在他们的暴力冲杀之下 简直血流成河 而且 这是一个密集环境 很多人都不敢 乱用半生兽的神通 因为 那很可能误伤自己人 走 李天命卷起天之意 带着欧阳剑王紧急回撤 婆娑鬼王追向了他的方向 另外一个地藏鬼王 则带着他的半生兽 以一笛迁 冲散人群 追向了轩辕道 轩辕道这时候 正和李采薇控制江无心 一旦地藏鬼王到了他们那个范围 把江无心释放出来 那就麻烦了 这两位鬼神于念 已经放手一搏 生死不顾了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 所有人都将焦急的目光投向了风轻玉和独孤静 他们现在是人族的两大顶尖强者 尤其是风轻玉 六道剑魔 快进去帮忙啊 你能拦住他们 你怎么还站着呀 动手啊 还不动 你算什么强者 你不是自命不凡 自诩天下第一吗 你的强者之心呢 对了 大家别忘记 江无心是他的弟子 你教的什么弟子 为鬼神于念效力 这是你自己造的念 你要自己解决 要是害了天下苍生 你六道剑魔 必将遗臭万年 众人见他不动 骂得越来越凶 风轻玉 你把江无心培养成了魔鬼 你自作念 不可活 那些言语 就像是一把把剑 就这样扎在心上 风轻玉晃了晃脑袋 他的双眼 死死地盯着 将无心手中的苍穹神剑 他 到底去了哪里 茫然四顾 天下大乱 却没他的身影 说好了战后重逢 人呢 就在这时候 在这大乱之中 一头浑身染血的雄鹰 飞到了风轻玉的眼前 无意呢 风轻玉声音沙哑 连忙问 他 被你弟子杀了 其他兄弟 都给他吃了 雄鹰哀嚎 江无心吃了三头剑兽 跑了一头 他重创垂死昏迷 直到此时 才找到风轻玉 风轻玉 那是你的弟子 你必须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是你害死了无意 你不培养江无心 不拿他换星图 他就不会沦为魔鬼 轰轰轰 这些怨恨的话 就如晴天霹雷 砸在了风轻玉的头上 是我 害死了他 当他后退三步 脸色惨白的时候 那雄鹰将一具尸体 从肚子里吐了出来 正是剑无意 他的脑袋 被拧到了脖子后面 啊 风轻玉浑身颤抖 走上前去 跪在了他的面前 将这蓝衣的尸体 抱在了手里 啊 啊 他的泪水夺框而出 连续七吏三声的惨叫 如同撕心裂肺 让人动容 是我害死了他 是我 是我 他从流泪 转为苦笑 转为颤抖 最痛苦的是 是他亲手将江无心 送到了九宫神域 亲手将它打造成这样 他颤抖地看着 手中这血肉模糊的尸体 十年 未来 一切的一切 就这样烟消云散 无意 无意 你说 这样的人生 还有什么意义 我 真的是一个强者吗 说实话 他这种反应 很多人都看得一头雾水 他们是至亲吗 并不是 可是为什么 风轻玉就像是 失去了最亲近的人 不会有人明白 他们未见到痴狂 更不懂他们爱见之人 如何看待之己 曾想当年 夕阳之下 渐渐锋芒相对 两人会心一笑 而今 再无青春 风轻玉闭上双眼 身体之间掀起了惊涛骇浪 今日 我求一个死 我求一个赎罪 无意 等我片刻 呜呜呜 他不卡死结了 三十年前 他就有了近十二重死结的资本 他原本是想完成心愿 再冲击成神之路 而现在 他松开枷锁 在万众瞩目之下 他气息暴涨 游生入死 踏进了最后一步 当当当 诸天六剑出现 轰鸣震荡 哪怕其上有一条微不足道的裂纹 似乎并不影响威力 剩下的三大剑兽 融会进长剑之中 巨兽轰鸣 长剑惊天 他将剑无意 安然放在地上 各位 他走向九龙盘神结界 双眼盯着那野兽般的江无心 我自己造的孽 所有的报应 我自己来抗 我封清玉 不会欠你们 一分一毫 第905章 三亿命魂 不入轮回 不管封清玉此时的气场如何害人 看到他持剑 冲进九龙盘神结界 盯上了他的弟子江无心 人们总算松了一口气 虽然鬼神余孽 已经成了光感 可都是神下无敌的境界 连凌云天这种宗主 都顶不住一招 在地藏 婆娑和江无心的肆虐之下 薛元湖仍然大落 急需真正的顶级强者 限制住他们 一旦有人牵制 他们人多势众的优势 亦能发挥出来 联手之下 给这鬼神余孽带来打击 封清玉 再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们出征前 鬼王安排江无心 吃了我们九龙神域十座神城 一共五千万半生兽 这说明 江无心很可能 也是鬼神余孽 我们足足五千万人足 等于被废掉了 失去了战斗伙伴 如果你不杀死江无心 这笔账 要算到你头上 这是个劲爆消息 他有九龙鬼宗的 三元节老说出口 更绝对不会有错 鬼神一族 真是草菅人命啊 两位鬼王对自己人 都如此残忍 我们早该想到 他们非我足累了 真的死了五千万 哪些神城 我家人在暗铃神城 暗铃神城 就是其一 这样的消息 在战前强行掩盖 如今泄露出来 更是让所有九龙鬼宗的强者 被地藏婆娑两个鬼神余孽感到深深的绝望 各位 我们也进去帮忙吧 阻止这鬼神余孽 他们才是真正的畜生 九龙鬼宗 还有上百位十重生死结以上的三元节老 其中 十重死结 都有三十个左右 这时候 在交流之下 他们竟然行动了起来 只有三元节老 才能勉强挡住 这三个至强的鬼神余孽 连鬼宗的三元节老 都因为五千万同胞失去半生兽 而感到愤怒 悲凉 更不用说 剑宗 天宗 海宗的三元节老了 加上节界内 四大宗门的三元节老 起码有150多人 带着他们的半生兽 涌进节界 万助一息 这样的场面 在开战之前 没人会想到 曾经的生死仇敌 在面对鬼神异族的噩梦时刻 联合到了一起 鬼宗和神宗的三元节老 竟然并肩作战 也许 这便是人间和红尘 弥族珍贵的地方吧 这些三元节老 主要都去拦截婆娑鬼王 因为 婆娑鬼王追的是李天命 和欧阳剑王 他已经无人能挡 有他们纠缠 那大杀四方的婆娑鬼王 总算被拦截了下来 李天命帮助欧阳剑王 挡了好几次攻击 胸口中了婆娑鬼王一肘 五脏六腑 差点都被掏出去了 幸好有清灵塔在 伤势以惊人的速度痊愈 你进燃灵宫 里面还有一层内截剑 李天命连忙道 不好吧 欧阳剑王道 走你 他现在重伤未遇 在这里就是添乱 李天命直接一脚踢在了 他的屁上 给他踢飞了出去 回头一看 婆娑鬼王已经陷入了 上百位三元节老的 联手围攻之中 我靠 全民杀敌 这场面 让我还有些感动 李天命不可思议道 很正常 大家都不想当牲畜 萤火撇撇嘴道 你看到这婆娑鬼王手里的望穿鸣旗了吗 李天命眯着眼睛问 看到了呀 有什么特说 萤火道 你相信吗 这一把神物的煞气 比死灵鬼王还要中十倍 李天命通过帝君的审判之眼 看得脑子轰鸣 太可怕了 啥意思的老爹 萤火问 这是十万年前 九宫鬼神锻造的神物 这望穿鸣旗里 至少囚禁了三亿以上的命魂 传说人死之后 命魂会再入轮回 洗刷记忆 转世重生 而九宫鬼神 则以这望穿鸣旗 囚禁命魂 使得他们不能入轮回 永世无法解脱 记得我爹以前将前帝 囚禁入轮回境 便是相同的方法 不过性质完全不同 我爹是为了惩戒前帝的罪孕 而九宫鬼神 是以这三亿命魂的魂力 来加强望穿鸣旗的力量 也就是说 现在里面囚禁有三亿 不能入轮回的命魂 可实际上这十万年来 望穿鸣旗的使用者 不断在消耗命魂 那么 这一把邪器 起码让五亿人生不如死 李天命的声音 越来越悲凉了 这是 还是不同种族之间的 不共戴天之仇 这世界上很多事情 双眼都看不清楚 善恶如何定论 人吃野兽 同样数量亿万 那便是恶吗 这些鬼神余孽 或许将人族 同样看成是野兽 区别在于 人族有智慧罢了 再比如说 对于浩瀚宇宙 无尽的时间和空间来说 人命只是刹那的微尘 那些痛苦 欢乐 对宇宙来说 是没有意义的 李天命在这条修行的路上 他也在探索 时常怀疑 时常混乱 每当这个时候 李牧羊说的话 一切无愧于心 便是稳定心境的最好一句话 无愧于心 心便是自己 一切从自己出发 混沌神帝 他应该是人族 而我李天命 亦是人族 我身体里 流着的是什么险 我就应该以什么种族的视角 来定仇恨 定善恶 我是人 自当以人为本 谁吐鲁我族 我定要奋起反击 吃里扒外 才更可恨 帝君知道 就应该是人族的天道 既然帝君的审判之眼 将望穿名旗定为恶 那么 他就是恶 三亿命魂 不得入轮回 若能解救他们出苦海 他们便会感激我 这便是我的无量功德 心的镇定 让他在见证了世间最大的残酷之后 还能一直汹涌 婆娑鬼王 三元节老都敢围住他 李天命有何不敢 他手持东黄剑 一人四兽 冲进战场 心中的想法 只是一闪而逝 没人知道 他经历过颤抖和挣扎 因为没人知道 望穿名旗 制造过多少的惨剧 鬼神一族 不会联系人命 他们就如屠戮猪狗一样 将三亿命魂 拿来当武器 这一切血淋淋的事实 都在说明 人和鬼神 那是不共戴天之仇 李天命终于明白 为什么轩辕大帝 会跟自己说出一个囚字 见证了 就明白了 更何况 他们还被囚禁了二十万年 一旦重来 炎黄大陆 必当被血海吞没 杀 九天凶魂剑阵 婆娑鬼王已经被围住 被神通轰炸 这是最好的机会 第906章 你死了 我才能永恒 另一个战场上 地藏鬼王带着他的半生兽 冲向了轩辕道 现在九龙盘神结界 和大梦星界的威力 都压制在江无星的身上 可见江无星的鬼皇血脉 在吃了五千万半生兽后 强到什么程度 那鬼神太子 一定也是鬼皇血脉 但他和江无星 又根本不同 那就是 他一头半生兽都没吃过 二十万年 鬼神一族 不知道传承了多少代 现在九重地狱上的他们 都是恶鬼 都不是他们最强的时候 地藏鬼王的加入 直接导致轩辕道 和李采薇联手的崩溃 随我杀了此人 拿走钥匙 地藏鬼王对着江无星喊道 他的到来 使得江无星 终于冲出了 李采薇的大梦星界 看到了局面的巨大变化 他眼神呆滞 扫尸四周 江无星 听你主人命令 地藏鬼王再吼了一声 江无星解脱了 李采薇直接将大梦星界 笼罩在地藏鬼王的身上 江无星 地藏鬼王眼前幻境丛生 他有点怒了 这家伙愣着干什么 现在是抢夺钥匙的最好机会 就在这时候 江无星那拥有四个眼瞳的双眼 盯上了婆娑鬼王那边 在那个战场上 有一个白发少年 进入了他的视野 那一刻 江无星的眼睛 直接滴血 鲜血哗啦啦地 从眼眶里流了出来 啊 啊 他死死地按住自己的脑袋 在痛苦的惨叫之中 朝着李天命的方向冲去 江无星 回来帮我 地藏鬼王在后面怒吼 可惜 江无星睁开血腥的双眼 他看不到战场上这百万人 他只看到了李天命 嘿嘿 嘿嘿 他惨然笑着 如发疯的野狗一样 冲向李天命 就在这时候 一把长剑陡然从侧面刺来 江无星以苍穹神剑一挡 响当一声 火星四剑 碰 他被震荡退步 一个轻衣剑客 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那轻衣剑客身上剑气汹涌 眼神锋芒而挣扎 愤怒却痛苦 就这样盯着江无星 正是六道剑魔风轻玉 让开 让开 江无星咬牙低吼 发出野兽般的嘶吼 怒视着风轻玉 无星 你别装了 你看到他 这一刻的反应 已经说明 你不是任人操纵的野兽 六字剑绝 还是让你挺过来了 不得不说 你比我想象之中 还要坚韧 风轻玉举起诸天六剑 指向了他 江无星擦去了眼角的血迹 他的目光逐渐变得清明 那四个眼瞳焕发的色彩 诡异而争鸣 师尊 我只是想为他们复仇而已 你就不要拦我了 好吧 他声音沙哑 说话的时候 许久没有刮掉的胡须 都在微微轻缠 风轻玉看了李天命一眼 在凝视江无星 咬牙问 给我一个答案 你为什么 要杀剑无意 问到最后一个字 他直剑的手 都在颤抖 师尊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不好 如果你让开 我会尊重你的 我现在很着急 仇恨就像是无数的虫子 在是咬我的血肉 我生病了 我需要他的凄惨命运 来当我的解药 求求你 成全我好吗 江无星说话的时候 牙齿咬得咔咔响 他晃着脑袋 看着风轻玉后的李天命 双手止不住地颤抖 给我机会 风轻玉呆滞了一下 然后哈哈冷笑 道 如果不让开 你有了点本事 就要欺师灭祖吗 无星 我最后问你一次 为什么要杀剑无意 你知道和他的关系 你知道 风轻玉越说越森冷 欺师灭祖 江无星哑然失笑 他终于将目光 转向了风轻玉 和他四目相对 师尊 你要答 我现在 就给你答 江无星握紧了直剑的手 将手中的苍穹神剑 指向了风轻玉 有些话 是你告诉我的 你说 当无星的人 便不会再有痛苦 你说 无情才是剑中大道 这些都是师尊你 教我的道理 这些话 都是我在绝望之中的救药 所以 我在苦海之中 苦苦支撑 死死挣扎 我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复仇 我在血缘顶 到底经历过什么 你老人家 知道吗 你叔父啊 哄骗我几句 你就换了星途 随便给我所谓的六字剑绝 就能安抚我 你做到了无情 给我上了漂亮的一刻 六字剑绝有用吗 没用啊 哈哈 他肩膀颤抖 笑出了血泪 你不会明白的 在最痛苦最绝望的时候 只有愤怒 只有仇恨 支撑着我活下来 支撑着我 还能当江无星自己 师尊 我能踏上剑道 是你造就了我 我变成这样的怪物 也是你造就了我 所以 我爱你 也恨你 虽说这些 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可我知道 对比我的命 你更在乎的是星途 我想啊 你修的是无心无情的剑道 就算你再冷漠 也是你的道 无可厚非 对吧 可是 我再次错了 我想问问你 既然你修的是无心的剑道 那你为何 又因为 剑无一的死而痛苦 这说明 这背弃了你的剑道 又或者说 你从来都没有做到过 那你又有什么资格 让我也做到呢 你现在明白答案了吗 我杀剑无意 就是想 戏弄戏弄你 让你出洋下 你在乎剑无意 你却和那些狗一样 从没在乎过我 说到这里 他捂着脑袋 痴痴地笑了起来 不过 师尊你的剑道 本质上确实没错 人要是没有了心 就不会歇斯底里 更不会受伤 所以我误了 我在血缘顶的噩梦里 挣扎了多久 好像都一千年 一万年了吧 人生既然如此痛苦 我为什么还要当人呢 这个事件 脏物 残忍 除了他们 不会有人真正在乎 那我为什么 要对这个人间负责呢 红尘欠我太多了 这些账 都是要还的 现在好了呀 我现在是鬼神皇族 也许有一天 我还会是九重地狱的帝皇 我不再是人了 我也更不怕受伤了 那我就开始奴役你们 把你们当成畜生 岂不是更好 既然都毁灭了 那么 就所有人一起毁灭 等我完死了李天命 让他们瞑目 我就会是没有弱点的存在 所以 师尊 如果你不阻拦我 我可能会留你全尸 知道吗 没错 我本来打算 杀了李天命 再杀你 你想问 为什么 因为 你现在就是我 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阻碍 你死了 我才能永恒 他直见 走向风轻欲 咧嘴冷笑 你忘记了吗 那天 你在太极风湖的雪地里 告诉我 说你愿意陪我入魔 骗我很简单 可我现在 要你言出必行 只有你死 才能造就我 敢奉献吗 吃五千万半生兽 那种感觉有多痛苦 你知道吗 你能试着吃掉你的剑兽吗 不知道 就别劝我善良 师尊 我说过 我生是六道神域的人 死是六道神域的鬼 可是我还活着 就已经不是人了 那就让这全天下 陪我一起去死 好不好 好不好 江无心不是在问 他是在要求 师尊 可能你不懂我 让你看看 我现在真正的样子 你就懂了 他痴痴一笑 嗡嗡嗡 他血肉扩张 一个直径达到五千多米的巨大肉团 就这样出现在轩辕湖上 其身体长出了无数的触手 每一条触手都有吸盘 若不看那血盆大口 简直就像是海胆和章鱼的结合体 第907章 剑 红尘 那是什么 一瞬间 所有人都骇然 风轻玉 被这巨兽的险形逼退 他亲眼面对 这恐怖巨兽 不过 江无心就险行了一个刹那 很快就血肉压缩 从一头无边巨兽 重新凝结成了人形 化作人形的一刹那 他拿着的苍穹神剑 陡然冲向了风轻玉 连空气都发出了阵阵阴暴 师尊 你有心 我无心 那就来比比 谁才会无心剑术 死了 一剑穿透虚空 苍穹神剑 和诸天六剑的锋芒 就这样击撞在一起 大 一次刺想 风轻玉衣衫裂裂 长发飞扬 身体却纹丝不动 将无心落在了地上 阴邪一笑 再度杀来 无心 风轻玉剑中 剑芒喷涌 他腾空而起 同样飞掠而去 走到这一步 你有你的理由 我有我的理由 我不会责怪你 既然宿命 要让我们再次奋出胜佛 那就一剑到定生死 但 我只想告诉你 我没骗你 六字剑决 真的有用 这样一句话 却换来了 江无心的惨笑 我念诵了千万遍 都退不去痛苦 你跟我说有用 叮叮叮 他们之间的对决 对结界中的 其他人来说 实在太恐怖了 两个人影 上下纷飞 常见所到之处 其他人都得闪避 一不留神 可能就会被剑气分尸 风轻玉剑法玄妙 每一剑都有千米剑气 会剧成青莲 四面八方都是杀招 江无心则干脆很多 他拥有强悍的肉身 以蛮力破万道 不管风轻玉剑道如何奥妙 他都不防守 只进攻 每一剑都指向风轻玉的心脏 轰隆 一时间 大地开裂 人群纷飞 他们杀进了轩辕湖 又杀出了结界 逼得外面鬼宗大军连忙散开 两人更是冲上云霄 可以说 他们的对杀 比九龙盘神结界内的其他战斗 都要精彩很多 抬头一看 天上青莲绞杀而过 云层炸裂 刺眼的剑光穿透而过 风轻玉比在天命神城的时候 一定更强 这样才能拦住江无心 可见鬼神皇族的可怕 他们的对决 杀得天翻地覆 到最后 两人再次撞进九龙盘神结界 把包围婆娑鬼王的三元杰老们 都给冲乱了 这就是最顶尖强者的较量 轰隆 将无心砸在地上 砸出了一个深坑 不过 他马上冲了出来 哪怕他身上都是剑痕和血迹 但都伤不到根本 他的眼神满是痴狂和猙獰 甚至极其兴奋 这就是强大的感觉 世尊 我终于体会到 你为什么如此骄傲了 虽然吃半生兽很恶心 听他们绝望惨叫更恶心 但是 一切都值得 这是上天 在我经受苦难后 给我最公平的馈赠 是我应得的一切 当当当 他撕裂风轻玉的剑道清廉 以恐怖的速度 刺向风轻玉 师尊 打我折死 搜搜搜 两道剑影 继续疯狂轰杀 风轻玉目光颤抖 我 背弃了我的剑道吗 他的脑海之中 曾经的一切 历历在目 无情 才能练剑 才能成神 他看到了如风魔般的江无心 想起了剑无意 我错了 其实 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无心之人 他只是 封闭了自己 一步走错 错以为无心才能成大道 以此为信仰 来行事 不但欺骗了自己 更害了别人 天命神城 一剑杀死十万无骨百姓 是他的无心之剑 你说的对 我若是能做到纯粹 我为何因剑无意而痛苦 剑之意志 崩塌了 挣扎 才是最可怕的 眼前的江无心 人称小剑魔 他一直以自己为信仰 走自己的道 却换来了这般疯狂 九宫神域 那五千万拥有智慧的半生兽之死 也是自己的错 错乱的一生 可笑得六道剑魔 因我而起 那便 因我而灭吧 他闭上眼睛 再睁开眼睛 万道剑芒冲出 无心 我送你上落 师尊 答应我陪你入魔 现在 一陪你去死 嗡嗡嗡 一句吼叫 天翻地覆 恐怖的力量 在其身上席卷 什么时间到宗师 风轻玉给出答案 他手握诸天六剑 一时间 一剑化为六把 轰轰轰 去 长剑暴乱呼啸 破 将无心手持苍穹神剑 迎接像那如毒龙一样 穿刺而来的诸天六剑 当当当当当 在火星四剑之中 一共响起了五次刺耳的声音 诸天六剑 被劈飞了五把 最后带着裂纹的一剑 却在闪烁之中 陡然扎在了江无心的胸前 噗痴 鲜血飞剑 一剑穿心 搜搜搜 诸天六剑 全部飞回到风轻玉的手中 最后一把 已经燃血 死 在最后一刻 江无心以 最大的肌肉力量 将手中的苍穹神剑 朝着风轻玉 猛甩而来 这绝命一剑 撕裂空气 瞬间飙射 指向了风轻玉的心脏 最起码 江无心要同归于尽 不过 他先被命中 准头出了点问题 即使如此 仍然洞穿了风轻玉的腹部 虽然没有直接命中圣弓 可这恐怖力道 仍然让风轻玉当场重创 鲜血哗啦啦流出来 说实话 风轻玉没挡这一剑 是他挡不住 还是不想挡 那就没人知道了 世界仿佛静止了 江无心站在了 冲向风轻玉的路上 他胸口冒险 瞪大眼睛盯着风轻玉 啊 想说话 声音却沙哑 只能捂着胸口 连苍穹神剑都掉到了地上 扑到 江无心站立不稳 跪在了地上 低下头 嘴角流出了黑血 哗啦啦滴在地上 是 师尊 他喘着粗气 眼前出现了一个青涩的身影 江无心用尽全力抬起头 便看到风轻玉 竟然眼眶寒泪 颤抖地看着自己 无心 现在你相信了吗 这天地之间 我六道剑魔 是最强者 你说了 啊 江无心拉住了他的衣物 瞪大眼睛 说不出话来 扑腾 风轻玉跪了下来 和他面对面儿立 你相信吗 为师 真的在乎你 他微笑之间 替似横流 不 我不信 江无心死死地盯着他 用尽一切的力气 想要杀了他 人死之后 也许路还有很长 我们师徒 可以粗息长谈 风轻玉苦笑一声 他的手 死死地按住 和为一体的朱天六剑 因为 他的剑兽 想从里面钻出来 江无心瞪大眼睛 看着他 风轻玉 他想做什么 这辈子 我过得不好 希望来生 能弥补一切遗憾 红尘很美 不要再无情了 风轻玉一手摸着他的脑袋 一手拎着手中的朱天六剑 你 你 江无心脸色大变 他伸手一抓 却没抓住风轻玉 抬头一看 他已经走向了剑无意 无他 人生太孤独 我去黄泉地狱 去无意练剑 迷糊的画面之中 那个轻衣男子 自吻当场 倒在了地上 是 在风轻玉倒下后 江无心爬了两步 彻底砸在地上 一动不动 结束了 这一切 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没人知道是为什么 但 可以肯定 江无心被杀了 风轻玉 则自尽在剑无意的身边 他们都疑惑 风轻玉成了最顶级的强者 诛杀了最可怕的鬼神余孽 以后几乎无人能敌 为什么还要自尽 不会有人明白 就好像没人明白 剑中知己 算得了什么 呼呼呼 狂风刮了起来 雪开始下大了 三头剑兽 围在旁边 痛哭哀嚎 三具尸体 很快就会被白雪吞没 消失在众人眼前 就好像 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一样 这样一个结局 让所有的围观者 即使不清楚缘由 亦能感受到悲凉 唯独只有一个人 却忍不住笑出了声音来 那人 便是独孤静 他凝视着雪中江无心 和风轻玉的尸体 再看看 还在放手一搏的地藏 婆娑鬼王 笑容满面 笑什么呢 龙幽月瞟了他一眼 都在催你动手呢 有趣 独孤静道 什么意思 最强的两个 死在外面了 还有两个老鬼 还最后挣扎 不用我动手 命运就将一切的果实 就拱手送给我 太美妙了 独孤静怂怂间 眉心第三只血色竖眼 闪烁着鬼绝的光芒 说起来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你到底想做什么 龙幽月道 时机到了 你马上就知道了 正所谓 你方长把我登场 现在 轮到我了 独孤静道 很显然 江无心和风轻玉的结局 连地藏 婆娑两位鬼王 都看到了 他们脸色仍然冷漠 似乎并不为江无心的死而伤痛 婆娑鬼王目光扫了出来 盯上了独孤静 陡然喝道 独孤静 你还在等什么 吴皇已经答应 会亲自给你传承血脉 到时候 你能当半个皇族 此话一出 全场呆滞 江无心刚被风轻玉解决 这一会儿 又出一个独孤静 而且从婆娑鬼王的话里 明显可以听出来 独孤静这是要背叛整个人族 为了成为鬼神 这样的事实 简直叫人毛骨悚然 独孤静会否认吗 当所有人的目光 都锁定在其身上的时候 独孤静目光心红 看着婆娑鬼王 然后 他回应道 吴皇万岁 独孤静 愿意为鬼神笑脸 哪怕以我之命 引我族回归 都在所不惜 此话一出 大乱在起 混乱之中 大雪纷飞 一个无人关注的之地 有一具黑衣青年尸体 趴在地上 在此起彼伏的怒骂之中 他的手指 微微颤了一下 第908章 做自己的神 独孤静 身为人族 却为地狱一族笑脸 一时间 天下哗然 他图什么 变成鬼神一族 这是有病吧 好好的人不当 选择当鬼 快阻止他 江无心刚死 现在可没有六道剑魔 来阻止这独孤静 在众人呆滞 难以置信的目光之中 独孤静和他的看 两大血龙半生兽 已经冲进了节节之中 众人是想阻止 可关键是 所有三元节老 几乎都进去了 其他人再进去 在薛园湖这不算大的地方 只会导致更大的混乱 事出突然 两位鬼王 可以说是 施展了必杀一击 很多人追着独孤静往里面跑 可惜很难赶上突然抱起的独孤静 他进去的瞬间 两头血龙回身一喷 汹涌的血色火焰 化作海洋冲击出来 化作一道屏障 暂时阻挡了各方强者的路 麻烦了 就在这电视火光之间 独孤静已经踏入了战场 如果他的目标 是灭掉里面四大宗门的所有强者 那肯定很难 但 他只是协助地藏 婆娑两位鬼王 抢夺钥匙 斩杀薛元道和欧阳剑王 那就要容易很多 独孤静 先来助我 婆娑鬼王喊道 地藏鬼王那边 还有他的半生兽地狱阴魂兽帮忙 那地狱阴魂兽藏在地底 拥有无数长着尖刺的触手 从地底之中贯穿出来 一不留神 就容易被穿透 十分恐怖 薛元道和李采薇 加上两重结界 面对着第一鬼王 仍然相当难受 显向叠升 李采薇的大梦星界 亦没那么容易 让地藏鬼王完全陷入幻境 是 独孤静加入战场 他一人双龙 为婆娑鬼王 分担了巨大的压力 独孤静 你做了正确的选择 婆娑鬼王大笑 对他十分满意 为我等鬼神上族 万死不辞 独孤静手持神物杀神剑 两头巨大的血龙 顶住了诸多半生兽的神通 他十二重死结的杀伤力 完全展现出来 看起来比现在的婆娑鬼王 都还要强 很好 你撑一下 我先去杀李天命 再突围追欧阳剑王那念处 婆娑鬼王应笑一声 三米多高的身体 手持望穿鸣旗 锁定李天命 追杀而去 没问题 独孤静大吼 他的强盛和阴险 简直让在场所有强者都绝望 在这结界内 独孤静似乎比野蛮的江无心 显得更加可怕 他一个人 顶住了上百个三元节老的压力 婆娑鬼王无人能阻拦 化作白影 一傻而逝 朝着李天命标射而来 贼子 去死吧 黄泉路上 再去当你的弟子 婆娑鬼王阴冷的笑声 在整个天地之间回荡 李天命万分危险 又是一次 生死失速 李天命已经嗅到了死亡的味道 就在这样的时刻 却发生了一件 出乎了所有人预料的惊天大便 在婆娑鬼王冲向李天命的时候 他身后的独孤静 陡然放弃 抵挡各方强者进攻 他让很多节老的攻击 都打在了他和血龙的身上 而他们却在这瞬间 盯上了婆娑鬼王 嗡 两头血龙 陡然喷出汹涌的血色火球 轰向了婆娑鬼王 那火球急迟而去 在婆娑 鬼王双边 轰然爆炸 爆炸之后 血火猛然聚合一体 化作一个火焰枷锁 锁住了婆娑鬼王 与此同时 独孤静出现在婆娑鬼王的身后 他手中的沙神简 陡然扩大 鬼神淤孽 受死 独孤静的沙神简 在这瞬间 直接砸在了婆娑鬼王的后脑勺上 哐荡 婆娑鬼王脑袋几乎炸裂 轰轰轰 在他砸在地上的时候 独孤静直接追了上去 沙神简爆发惊天轰动 他的眉心第三只眼睛 陡然爆发出一道血色光线 轰然刺在了婆娑鬼王的后背上 将其脊椎 心脏等直接洞穿 沙神简 更是将婆娑鬼王的四肢 全部砸成粉碎 啊 婆娑鬼王 发出惊天惨叫 他的注意力 全部都在李天命身上 甚至 他手中望穿鸣旗 已经飞出手掌 化作一杆长枪 朝着李天命刺去 在这最没有防备的时候 他身后的独孤静 一对恐怖的手段 对他发动了致命袭击 后脑炸裂 五脏六腑全部粉碎 四肢都砸成肉泥 这样凄惨的下场 就算婆娑鬼王还没死 都只剩下一口气了 这样的一幕 直接导致全场死寂 那些原本对独孤静 怨恨到极致的人们 却在此刻忽然停手 包括李天命在内 都呆滞地看着独孤静 那望穿鸣旗 插在了李天命眼前 嗡嗡晃动 要不是独孤静 李天命这一次 除了太一塌 他真的没招了 独孤静 杀了婆娑鬼王 说实话 从独孤静加入战场 再到他突袭杀婆娑鬼王 就是一刹那的事情 连续两次形势逆天转变 全由他独孤静一个人主导 在场不管是谁 都看得叹为观止 整个节节都忽然死寂了 只剩下地藏鬼王 瞥见了这一幕 陡然发出惊天惨叫 独孤静 你不得好死 他明白了 他被耍了 耍得彻彻底底 到底为什么 当独孤静将婆娑鬼王翻过来的时候 他身体更加惨白 白色的鲜血到处都是 他那拥有新点的双眼 已经溃散 冲着独孤静 发出了最后一句疑问 什么为什么 独孤静凑到他眼前 哑然失笑 你想问的是 我为什么骗你们 说我想当鬼神 他拍了拍婆娑鬼王的脸 道 老鬼 你们一族藏了二十万年 身为鬼神上族的优越感还在啊 我独孤静就一定 会和我的先辈一样 为了成为鬼神 背叛自己的血脉 大姐 时代不一样的好吗 当年轩辕大帝作威作福 我们血祖就算成就了踏天之境 都得当他小弟 最后落下一个连姓名 都没留下的下场 我独孤静不一样啊 风轻欲死了 你们已经暴露 穷途末路 迟早都得死 而我独孤静在十万先祖的帮助下 百分之八十都能成就上神 你说 我能在这炎黄大陆 好好当我的唯一上神 我统治天下 唯我独尊 四海之内 无人能挡 我干嘛还要把你们放出来 当你们小弟啊 这么浅显的道理 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这凡尘如此完美 美人 美酒 天地之间 再无压我一头之人 我要是渴望变成 你这样丑陋的怪物 我才是真正有病 懂了吗 先辈的封禁之仇 我会让太古薛元师灭族来偿还 但是 他们走过的错路 我凭什么 也要走一趟吗 就为了你们鬼神上族 多两三百年的寿命 哼哼 我要是成了上神 还能活更久 听明白了吗 我独孤静 要当我自己的神 让炎黄大陆 成为我自己的后花园 我要自己主宰这个世界 这才是 对我十万先祖 最好的回报 啪啪啪 独孤静一边说话 一边扇着婆娑鬼王耳光 呜 呜 黑色小方块 TTKN黑色小方块哦 婆娑鬼王冲着他呲牙咧嘴 想要怒骂 却骂不出来 他身体被毁灭成这样 还能听完这一段话 都算他命运了 啪 独孤静最后一巴掌甩了上去 婆娑鬼王呜呼一声 彻底断气 含恨惨死 鬼神淤念 再死了一个 我明白了 独孤静一定是假装臣服 争取到了偷袭婆娑鬼王 一击必杀的机会 他杀了婆娑鬼王 功德无量 鬼神淤念 就剩下一个地藏鬼王 又如何能翻天 这样看来 我们人族 马上就要赢了 独孤静 干得太漂亮了 婆娑鬼王如此难以置信 他一定将他细耍得团团转 听到这些话 独孤静咧嘴一笑 他知道 不是他细耍得厉害 而是这些所谓的鬼神上族 对自己的种族 优越感太强 习惯了舔狗追随 譬如其他七个鬼王 做梦都想成为鬼神 他万万没想到 独孤静自己 却有如此大的成神把握 根本不吃他们这一套 他一直都在忍 等一个最好的出手机会 当江无心 风轻欲双双战死 他登场的机会 终于来了 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如今整个战场 都在呼喊他 独孤静的名字 独孤静 快帮助轩原道 杀了地藏鬼王再说 很多人催促道 地藏鬼王一死 人族大祸 就完全解决 再也不用恐惧鬼神重灵了 只不过 独孤静并没有听这些催促 他提起这婆娑鬼王的尸体 扫视了一眼周围 朗声道 鬼宗 剑宗 天宗 海宗 各位节老 请随我退出薛原湖 我有重要的事情 向各位宣布 众人面面相去 地藏鬼王吗 众人问 他们自己能解决 独孤静阴森一笑 驾驭双龙 陡然冲天 飞了出去 走 跟上他 鬼宗和海宗 自然毫不犹豫追了上来 七星天宗这边 众人看着掌孙神穷 掌孙神穷皱了皱眉头 同样跟了出来 最后剩下六道剑宗 江无心和风轻玉一场对杀 震撼了他们的内心 这是一场惨剧 让六道剑宗完全撕裂 他以剑族的人 不包括三元节老 大部分都站立不动 风轻玉的三头剑兽 都还在外面 故而六道剑宗的强者们 对视了一眼 还是选择了出去 他们把地藏鬼王 留给了薛原湖的四大宗门 现在暴怒的地藏鬼王 让李天命 他们必须加入 所有人一起阻拦他和地狱阴魂兽 保护住轩原道 而这时刻 独孤静已经提着婆娑鬼王的尸体 冲出结界 啪 他将婆娑鬼王的尸体 砸在万众面前 一时间 元武大神玉联盟 所有生死结境的强者 都以炽热的眼神看着他 独孤静 他的名字 响彻四海 各位 鬼神鱼孽 已经必死无疑 从此刻开始 大家都不用再担心 鬼神重灵 那么 现在请给我独孤静一课中 让我分析分析 在场每一个人的处境 往后的路 是生是死 还要看我们 下一步怎么做 第909章 孤独之路 风云再起 原本鬼宗 海宗 天宗 和剑宗八十多万的大军 加上从薛园湖里退出来的三元节老 如今都汇聚在九龙盘神结界外 薛园湖内 四大宗门正在围杀地藏鬼王 战斗仍然激烈 然而在外面 当独孤静拥有了斩杀婆娑鬼王的声望后 他微微一摆手 就将场面压了下来 八十多万生死竭尽大军 抬头仰望两头霸道血龙环绕的独孤静 这两头血龙 形体巨大 拥有绝世的龙威 又有凶残的气质 简直是善恶的结合体 他们不如鬼王的半生兽阴邪 又比太古薛园式的龙 多上三分煞气 他们的气质 就是现在独孤静的气质 这样的人 往往才是帝皇命格 首先 我向各位真正介绍一下我独孤静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只眼睛 没错 我属于太古薛园式 我祖上曾姓薛园 二十万年前 我们血龙一族 曾经是太古薛园式最强的遗脉 历史并无血龙一族的记载 那是因为 薛园大帝在镇压鬼神后 因为我族宫高镇主 便将我十万先祖屠杀 以龙魂创造血龙风魔结界 用以镇压鬼神 到如今 已经有二十万年 直到血龙风魔结界自然消亡 他们才彻底解脱 是他们造就了我独孤静 让我来告诉二十万年后的世人 当年封魔之战 我们血龙一族 曾经立下赫赫功劳 却让暴君屠杀 得到了最凄惨的下场 历史 不应该磨平他们的丰功伪劲 所以 我独孤静 今日站在这里 是为先祖证明 更是为了 有朝一日 能够让暴君的后代 偿还那二十万年的仇恨 让他们为暴君的恶行 付出代价 独孤静说的眼睛赤红 他的话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原来 历史的真相 竟然是这样吗 二十万年 实在太惨了 没想到薛原大帝 号称人族十足 竟然有如此野蛮的一面 愧对兄弟啊 其实很正常 历史由胜利者书写 那些肮脏的事情太多了 人要是输了 死了 被历史黑成什么样 那都不知道 血龙一族 太惨了 同情心 是人类的本能 独孤静知道 当他得到同情的那一刻 他就得到了一切 他心里笑着 却以最悲怆的语气 继续说话 说实话 这一次 我以背叛人族之名 打入鬼神余孽内部 大家都猜到 我早就知道他们的计划 只是对方有三个顶级强者 过而 我也在找机会揭露他们 这一点 李天命确实帮上了忙 请各位不要怀疑 我对鬼神余孽的痛恨 婆娑鬼王之死 就是最大的证明 独孤静 你不用担心 你这一步走得很绝 但效果确实好 你立下了大功 说得对 能骗得过鬼神余孽 证明你确实做得好 很多鬼宗强者赞扬道 话虽然这样说 但我还是要真正做到清白 为此 我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 独孤静道 请说 众人竖起了耳朵 在我足十万龙魂的帮助下 我进步巨大 大概两三年 我必定成就上神 独孤静大声道 轰隆 他说话的时候 眉心第三只眼睛内 十万龙影飞舞 磅礴 凶利 霸道的威压 震动全场 两头血龙仰天咆哮 声威浩瀚 震动十方 独孤静和风轻玉的墙 是一种合理的 健康的的强盛 而不是如地藏 婆娑鬼王两位那样明显的穷途末路 更不像江无心那样没有境界 只有肉身 这种强大 都是有真正希望 通往踏天之境的强盛 他们所带来的冲击力 更加凶猛 可惜 风轻玉选择了离开 如今这天下 似乎只有独孤静独尊 他这句话 给全场强者带来的震撼 实在太大 两三年时间 就能成神 炎黄大陆 真正的第十一个上神 天啊 几年前 要是谁告诉我 未来炎黄大陆的第十一神 会是独孤静 我绝对不会相信 别说几年前 一年前 独孤静还在杜杰峰当第一劫老 还是方太清的手下败将呢 现在的方太清 就是个落汤鸡 是个笑话 人生的变化太多 谁崛起谁臣服 真是未知数啊 精彩 成神 独孤静 太厉害了 他这句话 不管真假 这时候 都已经让很多人 心里产生了一些奇妙变化 这样的效果 独孤静很满意 他张开双臂 继续说 光凭这一点 各位都能清楚 我完全没必要为鬼神效力 毕竟 舒舒服服 一个人当炎黄大陆的上神 总比变成怪物 向别人卑躬去西吼 对吧 独孤静笑问 你不用解释了 鬼神这件事情 我们都相信你 独孤静 开门见山吧 其实很多人心里都清楚 他前面铺垫了这么多 接下来 一定会说出他的目的 好 独孤静扫视天下群雄 在场面完全死寂的时刻 他沉声道 鬼宗诸位兄弟 千万不要忘记 我们五大神域联盟 今日为了什么目的而来 为了覆灭神宗 击溃四大宗门 重新瓜奋天下 如今再无鬼神威胁 事关我们人族命运的钥匙 却还在薛元道和欧阳剑王两个弱者手中 你们 放心吗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 我们 为什么选择进攻神宗 对鬼神余孽来说 他们想要鬼神重灵 但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是因为 薛元熙重生归来 未来必定成神 薛元熙和我们 是什么关系 我们鬼宗 天下第一 我们进攻神宗 覆灭九重结界 而神宗在天命神城 在千兴静 杀了我们多少兄弟 抛开鬼神余孽不说 这一笔生死仇恨 错不了吧 很多人已经听到 独孤静 说了我们鬼宗这四个字 这样的说法 已经耐人寻味 各位都不可否认 我们五大神域联盟 就算没有鬼神余孽掺火 我们和那侍奉薛元熙的四大宗门 都水火不容 一旦今日 我们就这样离开 未来薛元熙成神 神宗壮大 今日的仇 他们绝对会 一笔一笔清算 太古薛元氏 必当卷土重来 覆灭各位 在场不断是谁 都逃不了 一个上神的力量 到底有多么恐怖 大家心里都清楚 鬼宗这么多年 和神宗结下的生死仇 并不仅仅是鬼神余孽的事情 而是一山不容二虎 尤其是现在 九宫鬼神 九大鬼王 就剩下地藏一个鬼神余孽 现在各位 等于群龙无首 就算各位回首鬼神山脉 就算九宫神域鼎盛 缺少顶尖强者坐镇 总有一天 会被第一个覆灭 而我独孤静 和太古轩元氏 和轩元系之间 有不共戴天之仇 我活着的夙愿 就是让太古轩元氏灭绝 我和各位 属于同道 再者 九宫鬼宗 是由鬼神余孽 九宫鬼神创造 很可能历任的顶级鬼王 都是鬼神余孽 我相信 诸位都不想再为鬼神余孽 效力了 九宫鬼宗 本来就不是一个光彩的名号 我相信大家 如今心里一定很郁闷 但是没关系 一个名号而已 也许 它提高了音量 再度扫视全场 也许我独孤静 可以有幸和鬼宗各位兄弟姐妹 再创一个辉煌盛事 我们并记掉 来自鬼神余孽的尴尬历史 我们一起 创造新的神域 大家都知道 我独孤静孤家寡人 只有海宗支持我 所以 如果我能实现梦想 今日和我同道的每一位兄弟 我独孤静再次立下誓言 此生 绝对不亏待 我们九宫 是最鼎盛的神域 我们不应该就此尴尬散去 活在薛元溪的阴影之中 而是应该改头换面 涅槃重生 去开创属于我们的新时代 如果各位愿意 四项神域 能马上并入九宫 那么 我们还是天下第一 我们会一起 屠灭薛元溪 灭杀那所谓的弟子 我们会自己掌控钥匙 将命运 握在自己手中 让我们洗刷掉鬼神余孽的羞辱 让我们开创自己的圣事 如果各位愿意 独孤静 将带领各位 真正争霸天下 各位 时不待我 生死之路 再次一搏 请各位 给我一个答案 谁先站到我独孤静身边 比人一定 送他半壁江山 半壁江山 虽然是一个夸张说法 但独孤静的诚意 已经显而易见 他这一番话 几乎抓死了 每一个鬼宗强者的心理 第一 他们九大鬼王全死 确实群龙无首 最高的十重死结 根本无法掌控大局 这样下去 只会沦为一盘散沙 第二 他们很多人 世代为鬼神余孽效力 这是尴尬 屈辱 独孤静一句改头换面 涅槃重生 彻底撇掉过去 吸引力太强 第三 一个两三年就能成神的强者 有魄力 有实力 还自带一个四项海宗 他为什么不配 第四 他表现出 对鬼宗强者们 足够的尊敬 第五 一句半壁江山 吸引了第一批人 直接导致 争先恐后 第九百一十章 炎黄帝宗的诞生 独孤静 主要是对鬼宗强者说话 鬼宗这边有上百三元节老 他们来自九宫神域不同的士族 他们的决定 影响着整个九宫神域的决定 独孤静 我愿意为你笑脸 几乎在独孤静话音落下的瞬间 就有一个三元节老 直接站了出来 这是九宫鬼宗的一个神帅 其他人马上着急了 算我一个吧 兄弟们 都想清楚了 未来就会诞生两个神 彼此是生死仇 每个人都要站位 薛元熙现在还很弱小 神宗除了靠结界死守 根本没有能挡得住独孤静的人 我这么说 大家应该明白 要怎么做了吧 九宫鬼宗不存在了 那是一个十万年的笑话 各位 是该摇身一变的时候了 站位 当然是谁强就站谁啊 现在谁厉害 谁有魄力 看不明白吗 一个独孤静 顶一百个薛元熙 这所谓的尊神都不敢冒头 估计躲起来发抖呢 哈哈 说得对 没有鬼宗了 九宫鬼神 更不是人族的第九个上神 鬼宗都没了 还当得屁的鬼宗杰老 我服独孤静 我们全体 为你效力 快取个新的名号吧 赶紧把鬼宗丢进粪坑 老子听了都尴尬 时代变了 各位 一切都在独孤静的掌控之中 他冲着龙幽月 使了个眼色 龙幽月捂着红唇 眼泪横流 毫无疑问 他等待了那么多年的那个男人 终于实现了他 一步登天的梦想 从此往后 天底下 再无看不起你的人了 他破涕为笑 你爹要是知道今日的事 会不会打破棺材板爬出来 独孤静笑道 龙幽月扑斥一笑 他不再多说 而是带着四项海宗十多万生死 竭境强者 全部和原鬼宗强者 会合到了一起 总数已经逼近六十万 鬼宗好像没有灭 反而更强了 各位 鬼宗 海宗 都成为了历史 从今天开始 我们别再用一二三四五这种无聊的方式 来排布神域了 我们是新时代的开创者 既然这片大地 名为炎黄大陆 那我们新的神域 便是炎黄神域 我们新的宗门 就称呼它为 炎黄地宗 从今天开始 我们都是地宗之人 而我独孤静 当着地宗第一位宗主 这个名号 非常霸气 有为无独尊 统治永恒的野望 拜见地宗宗主 轰轰轰 六十万大军 全部跪下 鬼宗 海宗 摇身一变 全部成了地宗 这样一来 谁都可以忘记 他们为鬼神余孽效力过 这一刻 独孤静真正拥有了自己的身份地位 他享受着狂热的欢呼 享受着簇拥 但他没有得意忘形 更没有忘本 他诚恳道 感谢各位信任我 此后 我绝对不辜负 今日每一位兄弟姐妹 宗主万岁 高呼之声 如排山倒海 震撼袭来 独孤静 一步登天 作为唯一宗主 他的地位 已经比曾经的地藏鬼王还要高 但是 结束了吗 并没有 当他接受了炎皇帝宗的拥护之后 他忽然回头 看向了七星天宗的长孙神穷 长孙神穷 十一重生节 他和七星天宗所有人 早就为此一幕 震撼不已 长孙兄弟 虽然我们更改了名号 但是我们地宗和天宗的友谊和联盟 全然不变 独孤静微笑道 独孤兄 长孙神穷连忙点头 道 那是自然了 风云变幻 有人冲上云霄 有人跌落深渊 长孙神穷表示 看猛了 我们联盟 和神宗视如水火 接下来大战 天宗可不能置身事外啊 独孤静笑道 绝 绝不 长孙神穷道 不知道天宗可有兴趣 并入我们地宗 那样的话 三宗合一 只会更强 而长孙兄弟 可以当我们地宗的副宗主 只要我们覆灭四大宗门 说不定 天下就一统了呢 独孤静忽然严肃道 长孙神穷退后一步 但是他后面 还有他们的节老 长孙兄弟一下如何 独孤静笑问 请独孤兄让我们商一片刻 长孙神穷回身 和宗门内二十几个三元节老 紧急聚在一起 并入地宗 就在误我们七星天宗了 宗主 十几万年传承啊 话是这样说 可独孤静要是两三年 真的成神了呢 现在不加入 等于不给面子 到时候铁定穿小鞋 我们退守节戒 能不能就此不管天下大事 你什么节戒 能挡得住上神 炎黄大陆每一次诞生上神 所有的宗门都得放弃守护节戒 要么逃窜躲避 苟延残喘 要么就为上神效力 图一个生存 图一个保留传承 天宗会消失 但是我们七星天族 却会传承下来 就算以后炎黄帝宗没了 我们还能 再见七星天宗 有没有可能 我们去神宗那边啊 你傻呀 神宗方太清都跑了 就剩一个据说 要十年才能成神的宣元熙 过一会儿 他就得给独孤静给宰了 大家信我 独孤静这个人 比谁都有魄力 他能降服鬼宗 说明他有本事 神宗剩下的死鱼烂虾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他现在是最需要拥护的时候 我们现在加入 未来还有话语权 现在要是不给他面子 相信我 以我们宗主的本事 等独孤静覆灭了四大宗门 我们七星天宗得完蛋 掌孙神穷听得吐血 我怎么没本事了 你没到十二重生死结啊 那边独孤静 还在等回复 宗主 我们大部分决定归降求生存 赌博一次 独孤静和那两个老鬼王不一样 他真的很可能成就上神 站位吧 要站就彻底点 别含糊其词 让人看不起 心里留下芥蒂 众人道 这可是大家一起做的决定 到时候出问题 别赖在我头上 掌孙神穷道 行了 你别先撇清关系 赶紧上吧 那么大的地宗 就你一个副宗主 还不是赚了 掌孙神穷倒是干脆 现在的大时代来临 他当场转身 气魄横生 当场宣告 独孤宗主 我决定带领七星神谕 并入炎黄神谕 随宗主一起 开创属于我们的新时代 让我们七星天族 成为地宗最忠诚的一部分 独孤静过来 和他拥抱在一起 掌孙兄弟 你是我最好的兄弟 掌孙神穷 热泪盈眶 第911章 尊严 比良心重要 鬼宗 海宗 天宗 并称炎黄地宗 炎黄地宗 有了七十多万生死捷径 达到了神宗三倍 更强猛了 最后 独孤静的目光 落在了六道剑宗 十多万人的身上 太乙剑族四万多人 全部回归了轩辕湖 他们几乎所有人 都属于被骗出战场 迷迷糊糊 如今局面大变 没有了剑无翼 和风轻玉的一厢情愿 作为本族 他们当然不愿意 和太阿剑族走到一起 现在的六道剑宗 只有风轻玉的三头剑兽 掌控大局 他们的战力 仍然很强 三位 独孤静话音刚落 风轻玉一头剑兽就道 独孤宗主 想吞下六道神玉 等你拿下轩辕湖再说吧 剑族的人 还是很有傲气的 他们抱起了风轻玉的尸体 三头剑兽 当场带着十多万剑宗强者 离开此处 各位可是想加入四大宗门 独孤静冷淡问 你想多了 我们现在 只想回剑魂地山 安葬我们宗主 他们不会愿意和长孙神穷一样投降 但 亦不会帮助神宗 刚才会面 太乙剑族的冷漠态度 早就让他们寒心了 就这样 剑宗离去 骨头还挺硬啊 风轻玉都没了 六道剑宗 就是二流宗门 还做什么春秋大梦 搞定了轩辕湖 就收拾他们去 长孙神穷撇嘴道 等轩辕西死 神宗覆灭 不用我们降临剑魂地山 他们自己会出来的 尽了死劫的三头剑兽 能保住他们多久 这样的盛世 谁都不能独身其万 独孤静淡默一笑 他这个笑容 让长孙神穷真正明白 他的心狠手辣 他庆幸 自己在刚才 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那么 接下来 就是进攻薛园湖 独孤静凝望薛园湖 嘴角勾起了一丝冷笑 现在 知道我 为什么要在天下第一会 刺杀薛园西吗 那是因为 我早就知道 不管是否有薛园西的存在 地藏婆娑 都会攻打神宗 他死不死 根本不重要 而我马上要去千辛境 以后就没有好机会 再杀这所谓的尊神了 只可惜 他的命 还挺大 不过没关系 现在 天底下只会有两个人成神 只要杀了你薛园西 这世界上 再无能威胁到我独孤静之人 当然 再加一个李天命 呵呵 薛园湖十里外 一行八万人 生死捷径的强者 回到了此处 他们暂时停了下来 作弊上官 当一个旁观者 见证薛园湖的局势 惊天变化 从五大神域 对决四大宗门 到魔宗叛变 再到李天命 揭露真相 最后独孤静反杀鬼神 建立炎皇帝宗 一统三大神域 几乎独霸天下 这一切 方太清都皱着眉头 看在眼里 他眯着眼睛 盯着独孤静 看了许久 眼中乃是置身的冷漠 很明显 他的眼神变化了好几次 没想到 你的手下败将 他的真实身份 竟然是薛园是血龙一族 更没想到 他能细耍鬼神余孽 走到这一步 太让人意外了 方雨晴摇头叹息道 识别三日 自当刮目相看 独孤静 可以 方太清冷淡道 话说 薛园大帝 真的是因为血龙一族 功高震主 就如此残忍承接他们吗 好像挺可怜啊 方雨晴道 蛊惑人心的话 你也相信 方太清冷笑道 这样啊 太复杂了这个人 假话 说得跟真的似的 方雨晴 咋舌道 死无对证 真相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每个人都在找自己的出路 独孤静的出现 恰好给了他们希望 方太清道 哎 这个机会 没有轮到你 方雨晴郁闷道 我不行 我没法杀婆娑鬼王 这才是镇住全场的关键 而且 鬼宗的人 看不起我 方太清倒是畅快了 因为地藏鬼王和婆娑鬼王两位 曾经羞辱过他 现在却很惨 秦哥 那我们现在该何去何从啊 现在神宗设险 你却变强了 如果我们重回神宗 说不定还能帮助他们撑住 方雨晴问 你是不是傻 还回得去吗 现在神宗的人 恨我入骨 再加上魔宗在帮他们 这轩辕湖 不可能再有我们太清方式的容身之地 现在过去 他们只会怨恨我们 方太清瞪了他一眼 那这样的话 明显没法再插手了 你说杀一个回马枪 现在都不知道 该杀谁呢 以现在的局面看 还不如和六道剑宗一样 退出他们的争夺 我们现在的优势 就是 全族的战力仍然在 我们躲藏起来 慢慢发展 让他们厮杀去 方雨晴道 不行 方太清盯着那边 摇头说道 怎么不行啊 这不行 那不行 难道我们要加入炎皇帝宗啊 方雨晴郁闷道 你说对了 方太清眼神略显疯狂 什么 方雨晴呆了一呆 连忙拉住方太清 道 你 清哥 你别开玩笑 别吓唬我 谁吓唬你了 我说真的 我要去见独孤静 加入炎皇帝宗 方太清道 为什么 很简单 第一 炎皇帝宗现在有绝对优势 第二 独孤静虽然现在称雄 但天地之间 根本没有其他雪龙一族 所以他没有士族根基 第三 他现在是死结 他不是鬼神一族 他顶多只有三十年时间成神 我赌他必死 方太清道 什么意思 他不是说 他两三年能成什么 他不给这些人吃定心丸 鬼宗的人 会愿意支持他吗 宇清 我到了十二重生节 更知道成神的困难 如今卡在我面前的 是一道五指镜的鸿沟 我不相信他能跨越 已经有十万年 没人能登上神位了 只要他独孤进步行 他连士族都没有 未来的天下 就会轮到我 我不会进死结 起码能让我太清方氏 靠地中的强势 发展三百年 方太清眼神炽热道 但万一 他要能成神呢 方宇清问 那他就能一统天下 到时候 天地之间只会有一个地宗 我方太清 当天下第二 我们太清方氏 同样能壮大 为什么不行 这一步 是注定 怎么都不会输的路 你懂吗 方太清微笑道 我不懂 但是我不想你这么做 方宇清没有笑 他流泪了 为什么 这么浅显的道理 你都想不明白吗 人要往高处走 弱者 就更要抓住机会往上爬 方太清微怒道 可是 我们一族 在太极风湖多少年啊 我们的先辈 辛辛苦苦在这里壮大 和神宗同呼吸共命运 神宗的壮大 有我们的功劳 薛元湖内很多人 我们都认识 甚至是朋友 在神宗危难的时候 我们一族逃走就算了 现在还要帮助别人 对他们赶尽杀绝 我们的良心呢 方宇清抓住了他的双臂 目光哀求 清哥 别在家缝中求生存了 好不好 一个士族的尊严 和别人的敬重 要堂堂正正 用自己的力量去获取 我知道你突破了 有信心了 但是 但屈炎复尸 不会有人看得起我们的 你错了 与情 只有无法抵御的强大 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别人不会在乎你用什么手段 只会怕你要他的小命 所谓的良心 并不能让我们太清方式发展起来 真正称雄天下 只有靠实力可以 历史上无数的事实 都在证明这一点 方太清道 为什么就不能堂堂正正呢 我加入地宗 靠力量覆灭神宗 为地宗争霸天下 这么就不是堂堂正正了呢 方太清问 可是 你忘了三姓家奴吗 他们背地里 只会再加一次 四姓家奴 还不够屈辱吗 方与情泪如雨下 什么屈辱 当你站在这个世界巅峰的时候 谁敢再说出这四个字 都得去死 只有实力 才是堵住他们的嘴 懂不懂 我不懂 我只知道 你这次叛离神宗 已经被太多人辱骂 并且 你就是不甘心就这样离开 不甘心躲起来发展 你想证明自己 让他们收起嘲笑 所以 你不但害了神宗一次 还要害第二次 方与情歇斯底里道 与情 方太清吼了一声 巴掌举了起来 但是却没有落下 尊严很重要吗 方与情问 重要 方太清粗重呼吸着说 比良心重要 重要 你不弱 所以你一直不服气 你觉得自己 能让更多人尊重你 尊重我们 对 只有实力 才能做到这一点 对 只有实力 这就是现实 方太清道 方与情退后两步 我看错了你 清哥 他颤抖道 先别下定论 你问问我们所有人 听听他们的想法 方太清指向他们身后 八万人 都在听他们的争吵 各位 收起所谓的良心 让我们一族 拥有尊严 登上更高的风鸾 还是就此归影 在别人的嘲笑之中 当缩头乌龟 你们如何抉择 方太清目光赤红问 每个人的心 都在颤抖 我支持族王 一个瘦小的人影 第一个走了出来 第912章 地宗的第二宗主 他是一个没人关注的卑微人物 叫方新颖 方太清几乎忘了这个人 他对方新颖 笑了一下 在方新颖之后 一个个太清方氏 表明态度 愿意追随方太清 直到最后 站在对立面的 只有方宇清一个人 所有人都告诉了他一个答案 尊严比良心重要 宇清 你走吧 带着你的良心 方太清闭上眼睛 深呼吸一口气 他们八万人 齐齐转身 冲向薛园湖 没走几步 方太清回头 看见方宇清跟在了他的身边 你跟着干什么 方太清怒道 我想 等你遭受报应的时候 给你收尸 方宇清道 方太清深深呼吸了一口气 哈哈 他大笑着回头 剧赌这一声 最重要的一次 轩辕湖前 建族一走 独孤进的地宗 七十多万大军 已经齐聚 就在这时候 北方忽然传来凤凰名叫 众人抬头一看 只见在那个方向 十多万的凤凰半生 受在风雪之中飞舞 他们的火焰 燃尽了大雪 十多万凤凰汇聚在一起 形成滔天的火烂 那等场面 同样壮观 是太清方氏 他们要重回神宗 敌人来袭 炎皇帝宗这边 许多人开始警惕 唯独独孤进微微一笑 他一摆手 全体寂静 只见他往太清方氏迎接而去 面带微笑道 慌什么 来人 乃是志同道合之辈 方太清 和我们志同道合 掌孙神穷愣了一下 在他疑惑的时候 那十多万的凤凰 从天而降 落在了七十多万大军之前 人群之中 身穿青色凤凰长袍的方太清 在太清方氏一众强者的 拥护当中走了出来 在他的对面 正是身穿黑红色 相见长袍的独孤进 两人覆手而立 相视一笑 可以啊 绝境突破 登顶十二重生死结 怪不得你会回来 独孤进微笑道 方太清已经从死结转进了生结 看起来年轻了很多 这个变化很明显 很多人一眼都能看出来 他们两人 曾经在神宗竞争天原宗主 但说实话 不管独孤进实力如何 注定争不过方太清 因为他背后没有士族 那一场竞争 要说没有恩怨 绝对不可能 可现在 他们似乎很有一笑 敏恩仇的意思 或许因为是竞争对手 所以他们更加熟悉彼此 尤其是方太清 方太清到达十二重生结后 成了下一个封清玉 意义就不同了 在这样的前提下 方太清上前两步 以郑重的语气 开门见山 直接说道 帝宗宗主 我太清方氏 愿意加入帝宗 为炎皇帝宗效力 共克一元神宗 消灭暴君后裔 为雪龙一族 讨回公道 哈哈 独孤静大笑 正因为太熟悉了 这个场面 才变得如此微妙 方太清这句话说出口 不出意料 私底下会心一笑的人 还真是不少 很多人都骂了一句 狗改不了吃屎 可在这样的时刻 独孤静走到了方太清眼前 两个风云人物 目光赤裂对视 独孤静伸出手 和方太清重重拥抱 然后 他当着天下人的面 举起方太清的手掌 郑重宣布 从今日开始 方太清便是我炎皇帝宗第二宗主 万众哗然 虽说原来神宗天元宗主的地位 同样很高 但现在的炎皇帝宗 拥有一统天下的气魄 天下第二 起码比神宗第一 高上一个档次 关键是 独孤静不计前嫌 直接将方太清推上高位 一个拥抱 就让暗地里讽刺方太清的人 全部闭嘴 很显然 他们是互相需要 独孤静需要真正的得力良将 方太清需要卷土重来 一拍即合 走到了一起 至于是不是各怀鬼胎 在今日 这样的大局面之下 根本不重要了 第二宗主 众人大喊 也许有人不服 但说实话 大局已定 小部分的不服 根本没用 方太清为炎皇帝宗 带来的是一个十二重生节的顶级强者 还有八万强盛的太清方氏 七星天宗虽然有十几万生死捷径 但未必是太清方氏这些人的对手 在万众呼喊之中 长孙神穷咬了咬牙 只能认了 虽然独孤静没特别说明 但是很显然 他长孙神穷成第三宗主了 各位 从此以后 请我们抛弃成剑 天地之间 不会再有鬼宗 天宗 海宗 神宗 我们所有人 都为一体 为了共同的目标战斗 独孤静道 感谢宗主 感谢各位信任 我方太清 一定做好表率 为我们帝宗 鞠躬尽瘁 方太清道 我长孙神穷也是 这家伙插不上话 还是硬着头皮喊了一句 独孤静再度扫尸一眼 大声道 帝宗的制度 此后会慢慢罗列 今日先公布第一条 那便是 地宗设立三大宗主 以实力为尊 以实力排序 只要有实力 任何人都能挑战宗主 取而代之 哄 此言一出 众人欢呼 这样的条例 其实主要是为了 安抚鬼宗强者 毕竟 鬼宗内部也有很多士族 他们是新地宗的最强力量 却没有人当宗主 哪怕独孤静就是 他们的庇护者 心里肯定不舒服 全新的制度 给了每一个士族希望 最起码 长孙神穷十一 重生节 未来九宫神域的大地上 总有人会超越它 以实力为尊 最让人幸福 不管全新的炎皇帝宗 凝聚力到底如何 如今汇聚了顶级强者 和八十万生死捷径大军 已经比原本的九宫鬼宗 强大了太多 三位宗主 请问接下来 我们是否立刻 推平薛元湖 很多人问 那是自然 对方还在对付地藏鬼王 哪怕对方加上魔宗后 有六十万劫老 在九龙盘神结界 完全被地藏鬼王限制的情况下 面对我们 绝对必败 不用他们问 独孤静都等不及了 以地藏鬼王分散神宗的力量 便是他不解决掉地藏鬼王的理由 光靠一张嘴 生生建立起炎黄帝宗 肯定需要时间 而现在 天时地利人和 正是灭杀神宗的时刻 将这六十万人屠杀 踏平薛元湖 再去建魂地山 攻克六道建宗 这天下 便是我们炎黄帝宗的天下 兄弟们 随我一起 杀 第九百一十三章 八重生结 九龙盘神结界内 薛元道和李采薇 再加上先宗 帝宗和新宗的宗主 诸多三元节老 都在对付地藏鬼王 和其半生兽 看局面 应该是控制住了 欧阳剑王 一到了燃林宫那边 有内洁节的保护 暂时安全 如此一来 鬼神余孽所带来的危机 因为独孤静和风轻玉 分别解决了婆娑鬼王和江无星 已经消除了大半 剩下一个地藏鬼王 就想翻天 哎 胜利在望 可外面还有鬼宗大军 四大宗门都不算安全 李天命 暂时没参与地藏鬼王之战 他拿着望川鸣旗 退到了薛元湖中 三亿命魂 主要被这面旗帜囚禁 试试能不能撕开这面旗帜 望川鸣旗 有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 是一杆灰白色的长枪 作为旗杆 第二部分 就是囚禁三亿命魂的旗帜 这两个部分 共同构成了 这把神物的强大 风轻玉的朱天六剑 因为攻击太一塔 而产生裂纹 说明东皇剑太一塔的层次更高 李天命将那望川鸣旗放在地上 双手握住东皇剑 他沉生一鹤 用尽最大的力道 将那剑尖扎在了望川鸣旗上 死 望川鸣旗没破 但却颤动了起来 显然东皇剑的穿透 有了一定效果 没破 再来 李天命找准了一个点 一次又一次 将东皇剑扎上去 十次 二十次 不知道东皇剑可怕的人 还以为他在玩呢 直到 李天命手持东皇剑 第三十次将剑尖扎在了望川鸣旗同一个点上 破 终于洞川 洞川 便是撕裂 嗡嗡嗡 这一面旗帜 剧烈地颤动了起来 旗帜本身化作大量的白烟 开始腾空消散 三亿命魂 实在太多了 这其中 有人有兽 浓重的白烟 直接将李天命先翻了出去 瞬间弥漫了大半个战场 而后冲上了云霄 李天命定睛一看 这席卷整个战场的云雾 好像有无数的人影 所有人都在看着自己 谢谢你 耳边忽然传来了这样的声音 这不是一个人在说 而是亿万人在说 以至于李天命感觉到整个世界 好像都在回荡这三个字 谢谢你 让我们解脱了 你会有好报的 这条路 不要回头 到后面 好像不是这些命魂的声音 而是天地的声音 超度众生 脱离苦海 自当功德无量 嗡嗡嗡 李天命从来未曾有过 如今日 这样的灵魂共鸣 当这些白雾一样的命魂 涌上苍天 开始消散于天地的时候 仿佛是那一声声 谢谢你的回馈 他的帝皇天意 再度成长 其实 我上九重地狱前 刚到达七重死结 至今只有几天而已 现在的顿悟 类似于得道 这是他所修炼的帝皇天意 特殊的修炼道路 常人很难有这种领悟方式 在尘世之中修行 战斗 杀伐 皆是历练 都乃造化 三翼命魂得救 李天命亦在这场超度之中 天意升华 大概可以突破至八重升结了 这一次 帝皇天意的成长很大 石海之中的东皇剑 更加壮大 凝实 锋芒毕露 甚至 已经逼近八重死结 三翼命魂 数量确实磅礴 不过 生死捷径的修行之路 天意越是接近圆满 肯定越难 虽然死灵鬼王的造孽 比起九宫鬼神算小而磕 不过 李天命在如此接近 踏天之境的情况下 帝皇天意在无限宝盒中 还能发生这样大部分的增长 只能说是一笔大转 万古十方大命结 让我在死结境界的时候 拥有掠夺生机 转化为生之结环的能力 在九重地狱的时候 我杀了太多鬼神一族 死结的力量 已经掠夺了许多他们的寿源生机 差不多凝成第八个生之结环了 以前只差天意成长 现在 帝皇天意成长 只差最后一步的第八个生之结环 以惊人的速度 直接在这战场上凝聚 李天命 顺利进了八重生结 甚至不久后 就可以冲刺八重死结了 按照境界 我还只是个二元结老 但按照实力 具体如何 还得实战 万古十方大命结 让我在死结境界 能掠夺生机 为冲击生结 提前构建生之结环 让我在生结境界 又能结环膨胀 站立更强 到了八重生结 虽然不能掠夺生机 但战斗力方面 因为他们一人四兽 都发生了结环膨胀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飙升 所以 我有死入生的增强幅度 其实比由生转死的幅度 要大一些 不知道 我若是成就踏天之境 万古十方大命结 会发生什么 李天命充满期待 到达生结后 他又返老还童了 现在看起来 便像是十六七岁的小少年一样 那叫一个娇嫩 好乏啊 你越来越像一个弟弟了 江飞灵悠悠道 别胡说 哥是猛男 李天命实力大增 信心同样大增 始祖让我把他的天魂 转向占星古路 估计还能有进步 我需要时间 暂时必须将这些人赶走 想到这里 李天命将地上的 望川明旗捡起来 这望川明旗的旗帜 已经消亡 剩下一杆长枪 倒是还能使用 虽然威力下降了至少一半 但起码还是神物 而且 再也不需要命魂了 毕竟是神物级别 李天命就将其收了起来 有可能 我现在是四大宗门的最强者了 毕竟 方太清都跑了 他眯着眼睛 看了地藏鬼王 那边一眼 不过 在这两大结界中 还是轩辕宗主 和李采威强 有他们镇守结界 李天命暂时不准备过去 他心里忧心的是 一旦鬼神余孽的威胁不在 外面的援武大神域联盟 他们刺杀江飞灵的心 可会消散 他刚刚突破 就直接往外走 刚来到薛园湖边上 他就亲眼看到独孤敬宣称创建帝宗 拉拢了七星天宗 准备进攻薛园湖 在这关头 方太清带着八万太清方氏归来 加入炎黄帝宗 成了第二宗主 这样的巨变 正验证了李天命的担忧 第914章 汇原电文书 果然 这些贼子 枉我之心不死 独孤竟是雪龙一族 他避免轩元氏和神宗 我和灵儿是他一等一的目标 他现在登上天下第一 和我们水火不容 必然会殊死一战 双方的冲突缘由一直在变化 直到现在 回归了最原始的开战理由 那就是 刺杀尊神 然而 这才是和李天命最大的冲突 方太清 比我想象之中 还要间隔 下座 这人可真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吃里扒外 翻脸无情 最可恨的就是这种人 独孤竟为了复仇 一统天下 从他自己的角度无可厚非 最起码他解决了婆娑鬼王 但是这方太清 不但逃离神宗 导致神宗溃败 如今更是落井下石 李天命听到他为独孤竟效忠时候 说的那些话就气得浑身发抖 怎么会有这种人啊 亏我以前 还觉得他会有点良心 江飞玲气恼道 正常 他会容许自己儿子 抢夺方兴隐的采风血脉 说明人品能好到哪里去 这就是一个阴险无道 为了往上爬 根本不讲道义的士族 繁星之战的时候 他们的弟子就嚣张至极 方兴缺的秉性 就是他们一族的缩影 哥哥 他们要进宫了 宣源道 他们被地藏鬼王限制 光靠我们 挡不住独孤竟和方太清吗 江飞玲紧张道 何止挡不住 外面炎黄帝宗的动静闹得很大 现在整个宣源湖的人 几乎都知道了 刚刚脱离鬼神余孽的威胁 马上陷入了独孤禁和方太清 更致命的威胁 因为 他们手上 还有八十万大军 集结 众人吼了一声 除了宣源道和李采薇外 加上魔宗后 大概有六十万的生死捷径强者 全部朝着李天命这边汇聚 方太清 这不要脸的走狗 太恶心了他 神宗给了他们落脚之地 让他们发展壮大 甚至宣源氏都为他们让路 他们逃离不战 就已经够无耻了 现在还来以得抱怨 对比起来 叛徒比强敌 更加惹人愤怒 独孤禁虽然一是从神宗出去的 但至少他本来和宣源氏有仇恨 而且他没有士族 因为神宗而受益 在神宗内 一直算个边缘人 方太清 却是天元宗主 不得不说 这一代的神宗 确实人才辈出 不说方太清 宣源道 剑无义和独孤禁 光是易兴隐和欧阳剑王 都让人刮目相看 只可惜 人各有志 有人为了复仇折服 有人不择手段 有人背信弃义 结界外 方太清和独孤禁 率领八十万大军 已经正式冲杀而来 杀宣源氏 李天命 宣源道 这是独孤禁的三大目标 加上宣源道 是因为 开启天元顶的钥匙 他最起码要有一枚 方太清一双丹凤眼 往结界那一瞄 一眼就看到了 对他怒目而视的李天命 你杀宣源氏 这弟子就交给我吧 方太清冷淡一笑 想要他身上的宝贝呢 独孤禁微笑问 多虑了 那是你的 方太清道 哈哈 跟兄弟你开个玩笑而已 行 李天命交给你 独孤禁笑道 定不如命 在他们的带领下 大军轰然冲进了九龙盘神结界 今天大战 再度掀起 宣源湖 因为独孤禁和方太清 再度陷入危机之中 因为地藏鬼王 牵制了整个九龙盘神结界 故而现在的宣源湖 几乎等步不设防 一个统一的炎皇帝宗 冲击力绝对恐怖 一年前 谁能想到 最想覆灭神宗的 会是我们自己的天元宗主 和第一节老 神宗很多人都感到悲凉 世道变化太快 人心叵测 为了一统天下 当上人皇 谁还会忠肝义胆 一搏云天 这一代的神宗 是十万年来最辉煌的 但也是最不幸的 神宗和鬼神余孽 欲望相争 独孤禁和方太清出来 渔翁得利 渔翁 最为可恨 八十万大军 加上百万生死捷径的半生兽 那等惊天气势 还没冲进薛园湖 就已经地动山摇 这一切的郁闷和愤怒 在每一个神宗强者心中翻滚 哪怕是魔宗等四个帮忙的宗门 此刻都相当无语 独孤禁驾驭血色双龙 一马当先冲了进来 进来第一件事 他就往李采薇那边去 朗声道 李采薇 鬼神余孽大势已去 接下来是我炎皇帝宗和神宗的恩怨 你大可以不参与 若你想帮助我 自然皆大欢喜 若你想全身而退 我亦不会阻止你 但你要是执意帮助神宗 那我炎皇帝宗便会踏平魔宗吞并两仪神域 为了两仪神域亿万百姓 请你三思 莫要以一己之私 害死魔宗的朋友 他这时候已经全清天下 他给了李采薇全身而退 和六道剑宗一样离去的选择 已经算衡给李采薇面子了 没想到 刘采薇根本没搭理他 李采薇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不要毁了魔宗 独孤竟沉声喝道 哟喝 你当我是傻子 想不费吹灰之力 就拿下魔宗 让我为你低头 想得倒是挺美 凭你这位靠笼络人心的光感元帅 你配吗 今日你因为一只独秀 能掌控人心 他日你跌倒了 所有人第一个宰的就是你 最起码 方太清现在做梦都想弄死你呢 李采薇比一笑道 哈哈 独孤竟笑了 他自己有什么弱点 自己当然清楚 那就是 没有士族 没有根基 李采薇说的都没错 但是 我不可能会跌倒 实力 便是自信的来源 说完 他在人群之中 找到了太阳宗主秦枫阳 道 秦宗主 欢迎你带阴阳魔宗 并入我炎黄地宗 等我们地宗踏平轩辕湖 往后两仪神域疆域 都归你一个人管 你说真的 秦枫阳眼睛一亮 一言九鼎 秦枫阳内心挣扎 他看了一眼李采薇 顿时站了出来 大声喝道 诸位魔宗兄弟 神宗已经穷途末路 独孤竟是唯一的天下最强者 他们还有方太清坐镇 如今天下大乱 群雄并起 只有一人脱颖而出 那就是独孤境 鬼神余孽威胁已经不在 请诸位和我一起 加入炎黄地宗 开创盛事 他说得非常激动 身后却一片死寂 回头一看 一个响应他的魔宗之人都没有 走狗 滚远点 一位魔宗的年轻劫老比一道 擎风扬崩溃 这也太打击人了 看不清楚形势 被李采薇蛊惑 不见棺材不掉泪 他痛心疾首 滚远点 众人一起怒骂 秦枫阳彻底失事 作为一个光感 他在独孤境眼中 一点价值都没有 独孤境不再看一眼 而是对李采薇道 行 你做了选择 错失了最好的机会 接下来 你会后悔 小女子堂堂正正做人 此生从不后悔 滚远点 李采薇比一了看了他一眼 他从一开始 也只是想拿回原本属于魔宗的太极风狐 独孤境冷笑一声 他扭头盯上了轩辕道 他们之间同样熟悉 但是现在独孤境想要轩辕道的命 老朋友 别来无恙 独孤境道 别这样喊我 你不配 轩辕道冷淡说 呵呵 独孤境驾驭血色双龙 朝着轩辕道急冲而去 暴君于孽 死 另外一遍 方太清手持长枪 眨眼之间 就到了李天命眼前 弟子 别来无恙 你是谁家的狗啊 到处撒尿 赶紧来个主子 把这方狗牵走 李天命道 何必呢 长大了 就按照成年人的规矩办事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懂吗 方太清淡淡笑道 哟 这就是你吃里扒外 冷酷无情的理由啊 有点俗套啊 你能不能整个新鲜的 让我们稍微看得起你一下 李天命积笑道 没意义 历史只会记住 谁今天死了 谁今天称王 方太清道 你说的对 但是称王的人 永远不会是你这条狗 李天命声音音冷道 呵 方太清笑了一声 再见吧 天才 他长枪一冲 杀向李天命 就在这时候 李天命从轩辕大地留下的天龙界中 忽然掏出了一本厚达十厘米的天文书 这本天文书 一共有三千页 这三千页上 画满了天文文录 这数万的文录图案 构成了一本复杂 威力恐怖的三元结文书 三元结文书 什么概念 它的价值 相当于一个普通的三元结文结结 虽然比不上日月星辰结结这种 但也很珍贵了 结文书和结界 虽然用处不同 但产生的效果 是可以比拟的 目前的炎黄大陆 最顶级的结文师 就是易星影 李采薇这一批人 他们能创造三元结文结界 但是却书写不了三元结文书 也就是说 这是绝品 只有天龙界内 才有这种绝品 可惜 这种绝品的数量不算多 用一本少一本 但是今天 必须要用了 这一本三元结文书 名为混元电文书 在方太清率领大军冲来的瞬间 李天命当场滴血 引爆着混元电文书 朝着方太清甩去 闪开 方太清脸色大变 第915章 暴君转世 他陡然飞天逃窜 躲过了这三元结文书的冲击 但是他身后 起码有十万大军 被混元电文书的威力笼罩 那混元电文书上的天文文录 瞬间引爆 化作一个直径数万米的紫色雷池 雷霆亿万 炸裂开来 像是蓝黄的鸿蒙末盘一样 朝着前方横扫而去 闪电爆炸轰鸣 瞬间震动全场 轰轰轰 汹涌的雷霆爆炸 将起码十万的御寿师半生兽 笼罩其中 扑扑扑 会员电文书的雷霆爆炸 将起码三万的御寿师半生兽 当场电成焦炭和碎尸 只有五分之一的强者逃了出去 剩下的全部创伤 暂时失去了战斗力 这是什么概念 这场让一个太乙剑足规模的团体 瞬间瓦解 有死有伤 当然 达到这种恐怖效果 确实有前提 那就是人员密集 轩轰湖不算大 他们要冲进来进攻 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人员确实太过密集 才使得混原电文书 产生如此恐怖的杀伤力 可以说 李天命这一击 直接惊爆了整个轩轰湖 一时间 那前冲的八十万大军 被吓得声声停了下来 包括正要杀戮轩轩道的独孤禁 混原电文书 来自暴君 独孤禁眉头紧紧皱了起来 方太清 杀了他 立刻 他再度下令 天空之上 方太清刚躲过这一击 低头一看 因为太清方是习惯跟在他身后 所以这战死的一万多人 起码有五千属于太清方式 这让他心都在滴血 李天命 再度看这少年 方太清双眼都红了 就在这时候 再度发生大变 那就是 地藏鬼王带着他的半生兽 直接盾得跑了 理由很简单 他现在抵消九龙盘神结界的力量 等于在帮助独孤禁 一旦让独孤禁拿到钥匙 他要抢夺 反而更难 在婆娑和将无心战死的情况下 他在这里死撑 完全没有意义 在这混元殿文书制造大乱 引起大梦新界和九龙盘神结界动荡的情况下 那地狱阴魂兽缠住了地藏鬼王 一人一兽 直接钻进了大地之中 恍然逃窜 如此 局势再变 九龙盘神结界和大梦新界释放了开来 薛元道和李采薇对视了一眼 直接盯上了独孤禁 这让炎皇帝宗的先机完全丧失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李天命站在大军之前 双手再度拿出两本三元结文书 冲着那帝宗大军吼叫 来 让你们来多少死多少 看看是我身上宝贝多 还是你们命多 多给老子上啊 来啊 怕死吗 再送你们两本三元结文书 看看这次谁运气好下地狱 他声音刚猛 气度澎湃 手上两本三元结文书 那是实打实的震慑 就在这时候 方太清长枪穿透而来 李天命把两把结文书 放在一个手上 手中东黄剑杀出 和方太清交锋 叮 他倒退数十米 但却毫发无伤 结环膨胀后 他现在的生死竭力相当凶猛 竟然硬抗了十二重生节的方太清一招 李天命 他好强 第二宗主是十二重生节 一招之下 竟然没伤到他分喉 这也太可怕了 传说这个人 就是暴君转世 说实话 他们震撼 方太清更震撼 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手掌 因为刚才那一击 突破前的自己 都未必能轻松挡住 这说明 现在的李天命 明显比十一重死节还强 这样的弟子 只会让他心中更急躁 甚至 产生一丝恐惧 在他震撼的时刻 李天命直接拿着两本三元结文书 朝着地中大军冲去 快跑 一时间 那前冲的地中强者 被吓得连忙掉头 场面一度大乱 另外一边 独孤静已经被九龙盘神结界困住 他们的大好机会 因为地藏鬼王的逃走 和李天命的爆发 完全逆转 哪怕有八十万大军 都陷入了绝境 三位宗主 这样下去不妙啊 不知道这李天命 手里 还有多少这种宝贝 他又来了 快跑 第二宗主 快拦住他 场面再度失控 一切和独孤静 想得并不相同 我还以为地藏这老鬼 已经疯了 没想到他还干脆跑了 事到如今 独孤静没办法了 这样耗下去 对他确实没好处 地藏鬼王仍然存在 一旦他和神宗耗下去 地藏鬼王可就要变成渔翁了 这让局势 再度转变 在这样的情况下 方太清还拿不下李天命 独孤静就算知道这小子恐怖 他都没法了 地宗听我号令 暂时撤出薛园湖 于是乎 大军在李天命的追杀下 松了一口气 全体再度撤出薛园湖 独孤静也从大梦星界中逃出来 刚刚出去 他们就在外面汇聚 说实话 方才每个人都意气风发 可是现在 刚刚成立的地宗 直接就遭受当头棒喝 这让这个宗门 亦变得不稳定 每个人的眼神 都充满了一定的怀疑 诸位 听我说几句 独孤静气度不变 他面向众人 朗声道 大家可明白 这一战 我们终究立于不败之地 只要我成神 轩园湖迟早得破 说实话 我们并不用急于今日 这里有九龙盘神界界 对方确实占据一定的优势 要想拿下 肯定会消耗巨大 我不愿意大家跟我损伤 故而及时止损 但是 神宗本身这么强吗 并不是 他们是靠五个宗门 才挡住了我们 问题是 魔宗 帝宗 先宗 和新宗的老巢 并不在这里 他们强者汇聚在这里 我们大可以逐一击破 比如现在 魔宗百分之八十的强者 都在这里 剩余的人 根本挡不住我们 如果我们现在 先拿下两仪神域 你说这轩园湖的人 还能全部换到魔宗 去防守我们 和我们打游击吗 他们不能 既然他们选择在这里死守 那就简单了 我们趁此机会 先把两仪 三才 五行 八卦四个神域 全部拿下 列为我们地宗僵土 等他们 就剩下一个薛园湖 这种弹丸之地 有什么用 而且最重要一点 第九百一十六章 鬼神血跃天魂 独孤静咧嘴一笑 道 鬼神余孽 和九重地狱 约定好二十四天后 同时进攻神体 和天原阵狱结界 错过那个时机 就算他们能毁灭神体 鬼神一族 都要等待千年 结界才会破 所以 地藏鬼王和神宗 还会有一战 最后的机会 他不可能错过 既然如此 我们先拿下四大神域 然后在这里 坐山观虎斗 我倒想看看 下一次 地藏鬼王 还会不会跑 独孤静这两个点子 抛出来 再度得到了 所有人的信任 对 我们先覆灭了四大神域 他们除非 全部追着我们 转移过去 否则四大神域 必然覆灭 他们本身不敌 想靠结界支撑 但可惜他们 各自都有老巢 这说明 靠结界死守 永远都是下策 独孤静没办法 现在地藏鬼王 不禁去捣乱 他就会被 薛园湖的两大结界困住 发挥不出作用 他只能等 但是等的时候 要是能把里面的人逼出来 岂不是更好 我倒要看看 灭了你们老巢 你们还出不出来 出来一个 给我死一个 独孤静冷笑一声 率领八十万强者 直接开赴最近的 两仪神域 秦枫羊 独孤静喊了一声 我在 秦枫羊跳了出来 引路 是 一片狼藉的战场 一具黑衣尸体 早已经被积血覆盖 就在这时候 一条条黑色触手 缠绕着他 将他拖进了地底 消失在苍茫大帝之中 炎皇帝宗全员退出后 九龙盘神节界内 总算恢复了平静 李天命冷眼看着独孤静 方太清离开的方向 眼中杀鸡汹涌 他转身 朝着轩辕道 李采薇他们走去 各位宗主 麻烦来一下 李天命喊了一声 话刚说完 脚下有一个焦黑的人 颤抖着 把手伸向李天命 冲他喊了一声 李天命 李天命停住脚步 这个声音 有些熟悉 他来到了此人眼前 仔细一看 此人的身体 几乎让混元电文书炸裂 现在五脏六腑都毁了 冰临死亡 神仙都就不活了 他来自炎黄地宗阵营 方兴颖 李天命问 是我 他点头 没办法了 就不活你 李天命检查了 他一下他的情况说 方兴颖自己混在太清方式人群 这就怪不上李天命了 不用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方兴颖惨然道 嗯 我听着 方兴颖是我杀的 我把他剁成肉泥了 嘻嘻 方兴颖说起这件事情 黯淡的眼神多了一丝明亮 李天命正住了 说完这句话 方兴颖彻底倒下 再无声息 虽然说 方兴颖的死 有可能会是方太清 做出今日一切的缘由 可你只是做了 你该做的事情 我未必会怪你 但是 你应该早点向我坦白 因为 我当你是朋友 若早点告诉自己 也许方兴颖不会出现在这里 更不会如微臣一样 死在混元电文书中 都是命 他的死 不过是这一场大战中的冰山一角 只会让李天命 更痛恨方太清 因为是他 把太清方式带到这里来 他们薛元湖这些人 如今终于可以歇一口气 算是胜利了一场 不过每个人的脸色 都不轻松 弟子 所有人都在看着他 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 成为了大家的主心骨 在李天命眼前 薛元道 李采薇 林云天 蒋元君 和珊瑚 强威两位仙宗仙子 分别代表五大宗门 各位 独孤静带人去阴阳魔宗了 大家都听到 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做 对吧 李天命问 对 很抱歉 我们可能得马上赶回去了 李采薇有些疲惫 持续施展大梦星界 让他神色微微有些苍白 我挺佩服你的 本以为你会投靠独孤静呢 李天命道 那你就太小看我了 解释有风骨的 好吗 李采薇道 那你信任我吗 李天命问 当然信啊 你习惯创造奇迹 不是吗 李采薇撇撇嘴道 各位宗主 可否都信任我 接下来一切 由我来安排 我会尽我所能 为在场所有人 求一条生路 李天命以诚恳的目光 看向所有人 天命 比起刚来的时候 你长大了 是个可靠的男子汉 我信任你 薛元道 目光炽热道 你连十二重生节的方太清 都能挡住 往后一切 自然有你和尊神安排 林云天道 另外两个宗门 同样马上表态 好 李天命看向李采薇 郑重道 从现在开始 大家都留在薛元湖 不用回各自宗门 可是 李采薇有些着急 听我的 你们马上派人 要以超过独孤进大军行进的速度 先返回你们宗门 遣散大多数弟子 解散神城民众 全部归于山野 现在出发来得及 毕竟大军行进 不算太快 李天命道 你的意思是 人 才是宗门的根本 只要我们人不亡 就算宗门被占领 我们都不算灭亡 李采薇道 对 要是对方出动军团 针对普通民众 生死捷径以下 我自己能解决 只要你们神域全部人员分散 宗门内的根本重宝 随身携带 他们这样横冲直撞 根本伤不到你们根基 相反 如果你们离开轩辕湖 才容易被逐一击破 李天命道 下一步呢 我们在这里 和他们耗下去 独孤进总会成神 而且 你刚才听到了吧 二十四天内 地藏鬼王必定再来 只要地藏鬼王出手 他们就会趁乱再来一次 而下一次 地藏鬼王只要不死 就不会再跑了 李采薇道 下一步 看我 什么意思 李采薇问 我有办法 在这二十四天内 让我们所有人的力量 变得更强 包括杰文书 杰气 杰元等等 李天命道 天命 你说的是 轩辕大帝留下来的宝藏吧 数量很多吗 但是 那不是你们始祖 留给你们的吗 我们 可以 李采薇很认真地问 毕竟 他们不属于一个宗门 轩辕大帝留下的宝藏 那都是神宗的私有物品 各位 都这时候了 各位为了保护神宗 不远万里来到这里 和我们共存亡 为了我们付出了这么多 我们要是还吝啬 这像话吗 我相信 神宗所有人都不会吝啬 关键是 我们的宝贝 足够多 光是节气 在场六十万人 分都分不完 李天命慷慨笑道 气派 李采薇微微笑道 大家就别客气了 诸位舍身相救 不管是为了人族存亡 还是为了帮助我们神宗 我们都心怀感激 滴水之恩 涌泉相报 轩辕道说 除了这些宝藏的分发 让我们轩辕湖 更加固若金汤 还有其他 请各位宗主随我来 李天命道 其余人暂时在外戒备 时刻把握独孤进大军的位置 同时安排人返回各大宗门 让这些神域 按照太古神域的模式 几乎放弃抵抗 保全性命 那几位宗主则全部跟着李天命 来到了占星古路 进去 通过占星古路的大门 来到了这繁星的世界 他这时 对了 轩辕大帝的天魂 他的意思是 连轩辕大帝的天魂 都要和我们共享吗 宗主们对视了一眼 眼中神采异异 局势的变化 让他们都有了喘息的时间 而这一次喘息 是全面变强最好的机会 来自轩辕大帝对子孙的馈赠 终于派上了用场 李天命将那藏着 轩辕大帝天魂的宝石 拿了出来 嗡 一人五龙六个天魂 骤然涌上苍天 在占星古路的变化之下 那六个天魂 竟然变成了炽热的太阳 熊熊燃烧 挂在了占星古路的天上 他的光芒 盖住了漫天的繁星天意 这一刻 占星古路 好像终于有了灵魂 好磅礴的天魂 如此浩瀚的意志 我们只要略有所悟 都造化无穷了 李采薇一双粉毛里 藏着震慑的色彩 轩辕大帝 太伟大了 我不相信这样的人 会是独孤镜抹黑的那样 珊瑚仙子道 他是今天最可怜的人 这里没人会嫌弃他 更多的是安慰 还没完呢 李天命笑道 什么意思 轩辕道问 我这次进九重地狱 杀了鬼神太子 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大家请看吧 李天命说话的时候 将那鬼神太子 双眼融化的珠子拿出来 一个个天魂 从那珠子当中涌出来 每一个天魂 被占星古路捕获后 迅速蜕变 竟然化作血色的圆月 涌上苍天 挂在了那六轮烈日旁边 那六轮烈日 属于薛园大帝的烈日剧中 最为巨大 旁边五个以五行方位环绕 而现在 一个个的血色圆月 出现在这烈日周围 薛园大帝的 是上神的天魂 这些来自鬼神异族的天魂 不会都是上神吧 李采薇呆知道 第917章 十万岁的小姑娘 她震撼的时候 珠子里的天魂 还在疯狂涌出来 直到后面 天空之上 足足挂着上千个血色圆月 始祖说 只有踏天之境的天魂 才能在特定情况下 永久保留下来 这些血月天魂 比繁星天异大了太多 明显超过了生死捷径 所以 这上千个血月天魂 都是鬼神异族的上神天魂 李天命道 什么 鬼神异族 强成这样 薛园道呆质问 其实正常 毕竟这很可能是 二十万年内诞生的上神 以历史记载中 鬼神上族比人族强太多 二十万年时间 诞生上千上神很正常 甚至更多 不出意外 这些天魂都只是鬼神太子持有的小部分 估计是专门帮助鬼神太子提供修为的 按照推断 他们在二十万年内诞生数千上神都有可能 毕竟 上神也逃不过生死大限 就算鬼神 活两千岁 我估计都顶天了 二十万年 太久了 李采薇道 他的见识 还算很渊博 关键是 他们的上神 现在 说不定可以造福我们 虽然修炼体系不一样 但是 我发现 我们之间的天意成长 却是相同的 他们所修行的道 也不一定全是邪恶 而是五花八门 他们有一个完整的修炼体系 甚至比我们人族 更加浩瀚 这些结论 都是李天命通过观察天魂的时候 得出来的答案 用上千个上神的天魂 藏在一个鬼神太子的眼睛里 为其所用 手笔很大 看来鬼神异族的传承 比我们更完整 毕竟 我们没有上神天魂的传承 李天命继续道 天命 我想试试 如何引来这些天魂 李采薇迫不及待道 他们已经成了占星古路的一部分 自己敢知即可 尝试和他们沟通 李天命道 好 李采薇不愧天赋纵横 不久之后 就有一个血月天魂 从天而降 将它吞没 其他宗门都尝试了一下 基本都成功了 其中 轩辕道还引来了轩辕大帝的一个神龙天魂 整个人被列阳吞没 李天命暂时没动 半赏后 李采薇从血月天魂中出来 那血月天魂回到了天上 他满脸惊喜 道 厉害 这些鬼神真有本事 这些想法都匪夷所思 怪不得他们能这么强 他陷入了欢喜中 笑颜逐开 意思是 鬼神的天魂 可用 李天命问 当然可以用 你说的没错 他们有完整的修炼体系 比我们走得更远 他们不是邪恶的代名词 更不只是修邪恶之道 他们的修行之路 很有借鉴意义 李采薇道 人族和鬼神上族 是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 他们并不只修邪恶之道 当然 这也不是说 把他们放出来 他们就会是善人 他们和人族 已经是种族的仇恨 何况 还压抑了二十万年 可以用就好 李天命放松了 你怎么决定 李采薇定睛问他 从今天开始 再做好侦查 防护的前提下 五大宗门 谁都能进占星古路 接下来 我会将始祖的宝藏 全部分下去 尽可能 所有人都更强 李天命干脆道 李采薇闽闽嘴 美眸闪光 看了他几眼 咋了 李天命道 我发现 你挺有魅力 但我有个疑问 为何你身边 没有成群的花痴小姑娘呢 是不是明花有主 李采薇用古怪的眼神看着他 呵呵 李天命抬起头 闻到他继承天魂了 不管怎么说 他都会是轩辕天魂 和上千鬼神天魂 最大的受益者 只有他在这里 会以疯狂的速度 突飞猛进 让我猜对了 哪家姑娘 李采薇嬉笑问 你来自八卦新宗吗 李天命咳嗽一声问 不是啊 那就不要八卦 莫非你不喜欢 一百岁的小姑娘 反而喜欢 十万岁的小姑娘 李采薇眨了眨眼睛问 李天命瞪着他 这家伙咋这么聪明呢 哟 让我猜对了 口味挺重啊 年轻人 李采薇暧昧点头 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别胡说 李天命咳嗽道 待我见见你们尊神呗 听说是个美道 让人窒息的女子 太好奇了 李采薇道 不给看 哼 小剑 姐你不小了 别学小姑娘嘟嘴 十天后 九宫神域最南方 一座小岛内 岛中央血光惊天 一个血色雷霆游走的结界内 困着一个黑衣少女 一条条黑色锁链 从雷霆结界上延伸 锁死了那黑衣少女 让她无法动弹 甚至这时候 已经陷入了昏迷之中 在结界外 一头黑色巨兽站在地上 满脸冷漠 看着那黑衣少女 她腹部炸裂的伤口 刚刚恢复 稍微牵动 还会剧痛 很明显 她还需要一定时间的恢复 毕竟上次 是整个腹部都爆炸了 你干脆杀了她不就得了 何必这么麻烦 旁边传来一个厚重的声音 一个男子从阴影处走了出来 正是地藏鬼王 你说得轻松 我现在被共生修炼体系困住了 她死了 我又废了 这辈子都没希望 太古邪魔冷哼道 行了 人囚禁了 出发吧 距离约定的时间不远了 路上这十多天 够你恢复了 距离约定之日不远了 地藏鬼王道 你带的那怪物恢复了吗 太古邪魔问 差不多了 我们一族 最强悍的就是肉身 尤其是鬼王血脉 连心脏都有两个 我们的身体结构 和他们人族能相同吗 说起来 那封清玉真是个智障 玩什么爱恨情深 何见无意生死相随 哈哈 解决了自己弟子 洗刷了罪孽 还天下一个交代 然后自禁 真是笑死我了 她到了黄泉 发现自己弟子根本没死 她说 她会气得魂飞魄散 哈哈 地藏鬼王乐了 就在这时候 一道人影闪过 一个黑衣青年陡然出现 一拳打在了地藏鬼王脸上 碰 地藏鬼王脸蛋破裂 鲜血狂飙 尤其是牙齿 全部蹦碎 直接惨叫一声 刚砸在地上 那黑衣青年 就掐住了他的脖子 将他声声提了起来 直接把地藏鬼王脖子 都给你变形了 第918章 决战薛园湖 你再说一句 黑衣青年如野兽一样看着他 四个眼瞳满是血腥 别冲动 无心 我们才是一伙的 地藏鬼王面色铁青 挣扎说道 你再说他一次 我把你声嘶了 江无心咬牙道 是是 我错了 我错了 别这样无心 地藏鬼王好言相劝 才让江无心终于松手 松手后 他走了几步 坐在了一颗岩石上 看着北方出神 他的手 捂着左胸 那里已经空了 还剩下一颗心脏 在右胸跳动 地藏鬼王擦掉了脸上的血迹 他像是忘记了刚才的事情 道 没想到 让独孤进这畜生给摆了一道 满盘皆输 现在这家伙 还在等我静薛园湖 给他分担九龙盘神结界的力量 好让他渔翁得利 让他一统天下呢 但是 只要时间到了 你确实必须进去 拼死一搏不是吗 谁让你连接尹的事情 都让他知道呢 太古邪魔比一道 都过去了 现在鹿死水手 还不一定吗 我们有两个最大的优势 对他们来说 绝对致命 第一 他们以为江无心已死 他只需 藏在独孤进的大军中 出其不易出现 拿走薛元道的钥匙 不成问题 第二 估计很多人 都把你给忘记了吧 另一把钥匙 可能再燃灵弓 到时候 由你去拿 至于我 就去当诱饵 去吸引九龙盘神结界的力量 引独孤进大军进去制造混乱 让你们两个 趁乱得手 地藏鬼王道 那你可能会死哦 太古邪魔笑道 大业能成 鬼神崇灵 我本必死无疑 有什么所谓呢 总有人要去奉献 地藏鬼王道 真伟大 我只想拿回我的眼睛 然后 让某个人 付出惨重的代价 这小子强的逆天 我自己搞不定了 等你们鬼神上足下来 我再和他们合作 他们吃半生兽 我吃天魂 大家一起吃 一起壮大 嘿嘿 太古邪魔笑了 所以 欧阳剑王那一把钥匙 你务必要拿到手 地藏鬼王道 呵呵 太古邪魔 轻蔑一笑 稍等 我在家几重禁止 把这小丫头 彻底锁死在这里 省得她又捣乱 太古邪魔道 您可真会选人 专门选一个 和自己作对的 地藏鬼王 给他竖起了大拇指 滚 太古邪魔怒道 占星古路 轩原道进来的时候 往远处一看 在人群最先的位置 一颗耀眼的太阳落在人间 闪耀占星古路 还有几颗烈日 在其身边环绕 当所有烈阳聚在一起的时候 光芒更盛 轩原道来到她身边后 这太阳光芒才逐渐消散 一个浑身布满光泽的白发少年出现在轩原道的眼前 只见她神采奕奕 但很明显 她身上的升洁气息 竟然再度转为死劫 几天 轩原道问 十二天 李天命问 对 看来九重地狱上 那些鬼神异族从沉睡中苏醒 反而给了我们时间 轩原道松了一口气 李天命越强 情况越是好转 有事吗 李天命问 前两天你去了一趟五行神域 瓦解了原鬼宗对他们神称的进攻 这几天已经消停了 不过 独孤静已经霸占了他们四个宗门的山门 毁掉了他们的结界河 现在八十万大军正在重返太极风湖 准备最后一战了 轩原道说 已经来了吗 李天命眉头微微皱着 对了 结界河破灭 守护结界能修复吗 一般结界河破了 但结界的根基还在的话 可以修复 但重新建立的时间以九重结界来举例 起码要一个月 轩原道说 来不及了 只能在轩原湖决战了 李天命道 有把握吗 如果地藏鬼王拼死一搏的话 以目前的牌面 我们应该可以硬撑 李天命道 你现在能对付方太清吗 轩原道问 不清楚 得试试 不过还有时间 我得继续了 李天命道 行 不打扰你了 一旦有变 我马上通知你 轩原道说 资源宝藏 都分配好了 都分了 整体实力绝对大涨 虽然说 我们只有六十万人 但真正打起来 比对方八十万人要强 轩原道说 行 轩原道走后 李天命深吸一口气 继续修炼 始祖的天魂 果然厉害 让我仿佛回到了 刚到生死捷径的时候 天意提升的幅度大了很多 更关键是 他所修炼的天意 和我的帝皇天意 十分契合 简直像是为我 量身打造 估计这是 仁皇龙甲 选中我的原因 在占星古路之中 让那轩原天魂 降临在自己眼前 就好像自己亲眼 观摩着 轩原大帝的一生领悟 有些记忆很模糊 可李天命能感受到 二十万年前那个时代 人族实在太惨了 被奴役 被圈养 没有尊严 行尸走肉 这种感受 能让李天命 产生强烈的共鸣 正是这种共鸣 让他能领会到 轩原大帝的道 于是 短短十几天 他在轩原大帝的指引之下 再度突破 他来到了八重死结 当然 上次望川明奇 带来的功德天意 亦是推动 李天命实力大尽的缘由 只是 现在的实力还不够 第四件 阿修罗魔神剑阵 有点眉目了 但还需要琢磨 阿修罗 魔神 杀戮 死亡 仇恨 死战 或许 我可以开始 观摩一下这上千鬼神们 是如何修炼的 李天命暂时放下了 薛原天魂 目光转向了那所有的 鬼神天魂 他释放出了心中火热 愤怒 嗜血的信号 处于绝境中的薛原湖 风雨飘摇的薛原氏 还有他和江飞玲的命运 都让此刻的他 比起任何时候 都要暴躁 尤其是方太清的背叛 有些时候 容易让人绝望 薛原湖现在 四面楚歌 幸好有十祖庇佑 不只有十祖 这些鬼神天魂 一定能帮上我 给我带来 不一样的修行感悟 斩杀鬼神太子 拿到这鬼神天魂 可以说 是他这一次 最好的运气 李天命引来了 众多的鬼神天魂 环绕身侧 来吧 他张开双臂 让那些血月天魂 吞没自己 他完全沉浸在 这一个个鬼神的修行之中 他们都到过 踏天之境 他们的修行感悟 对李天命来说 乃是重要的经验 轩辕大帝 只是一个模板 这些上千的鬼神 完全是不同的模板 说实话 他们能在封闭的九重地狱之中 成就上神境界 亦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成神之路 殊途同归 真正成就踏天之境 必须要将一条天意 修炼到最圆满的程度 我才八重死结 要突破十二重死结 才算帝皇天意圆满 任重而远到 不过 心许只要九重生结 我就能改变自己 改变灵二 甚至改变天下的命运 李天命发疯似的 吸收着一个个鬼神的血液天魂 纵观千百人生 领会修行的真谛 时间一天天过去 没人来打断他 就说明 独孤静还在等地藏鬼王 地藏鬼王还不出现 就说明 他在等一个适合亡命的时刻 否则 他就算抢到钥匙 都可能进不了天原顶 他们以为这区区小段时间 李天命不能如何逆天 可他们根本不知道 李天命把鬼神的血液天魂 都给带了回来 还差一点 差一点 他一直在凝练 第九个的生枝结环 可帝皇天翼的成长 再又一个十二天后 却一直只差一点 命运 喜欢和我开玩笑 还是说 只有战斗 杀戮 才能领会生存的真谛 成神之路 就算有上千个神相助 都很难 李天命感慨到 其实并不是这样 而是你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 别人从八重死结到九重生结 起码十几年 江飞灵道 说的也是 就在这卡死的时刻 占星古路有人来报 地藏鬼王的半生兽 出现薛园湖附近 他的出现意味着大乱降临 占星古路所有人 都直接出去 李天命直接来到了最外面 在这大半个月 便强了不少的六十万大军 已经严阵以待 薛园道和李采薇的两大结界 已经准备好 林云天等宗主 都带着他们宗门的生死捷径强者 做好了最终准备 他们连宗门都没了 这一次 更是背水一战 各位 独孤禁要是出现 先用杰文书限制他 别让他竟然临攻 李天命对林云天他们道 仅有的几本三元杰文书 都给了他们几个宗主 好了 整个薛园湖 已经陷入了死寂之中 只需要抬头一看 就能看到对面 炎黄帝宗的八十万大军 气势滔天 虎势丹丹 早已经折服很久 他们都驾驭着半生兽 早已按捺不住怒吼 薛园湖外 已经地动山摇 李天命回头 在场几乎都是他的长辈 那是一双双 视死如归的眼神 守护人族 也守护自己 我们会赢 没有人 能在我们的地盘放肆 李天命咬牙道 所有人都点头 现在的李天命 虽然年少 却是他们所有的人的主心骨 第919章 弟子VS方太清 弟子 就是十足转世 有弟子在 就是有十足在 我们怕什么 他们有着强烈的信心 因为 他们已经把李天命神化了 这会让他们 战斗力更强 坏处就是 李天命绝对不能倒下 一旦倒下 如果没人能站出来 很可能全军崩溃 地面开始震动 外面的地宗大军 正在发出今天的喊杀声 再给薛元湖 制造心理压力 李天命公布鬼族真相的时候 只说有宝藏 却没说具体数目 这是对方畏惧的东西 希望三元杰文书 能阻拦一下独孤境 让我有时间 能对付方太清 李天命的身边 营火 喵喵 蓝荒和仙仙 全部都出现 尤其是仙仙 直接在薛元湖撑了起来 他如今身体更大 已经能笼罩半个战场 今日这场死战 他的任务 就是增强这六十万大军的杀伤力 蓝荒卷动着千重心环 冲在队伍的最前方 那偌大的龙手 冲着外面的地宗大军 轰然咆哮 大战将临 吾备薛元子孙 万众一心 同诸一族贼子 守卫我等万里河山 杀 一声震吼 让薛元湖的湖水 都激荡了起来 这些时日 大雪非但不散 反而日益加大 到今日 外面已经下起了暴雪 漫天都是雪花 狂暴的风声 四下呼啸 就在这肃杀的气氛之中 地藏鬼王和他的半生兽 地狱阴魂兽 同时出现 他直接冲向了薛元道 那地狱阴魂兽 在地底行动 和仙仙的根须 形成了很大的冲突 两人直接在地底杀了起来 不过 仙仙主要对他 形成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李采薇会将大梦星界的威力 涌进地底 对其形成一定的精神迷乱 薛元道早就准备好了 九龙盘神结界 等待着地藏鬼王到来 这鬼王 似乎带着放手一搏的决心 薛元道和李采薇 只能拦截地藏鬼王 和独孤境中的一个人 鬼族是大 当然要先阻拦地藏鬼王 九大先祖龙魂 立刻困住了地藏鬼王 在这样的前提下 薛元湖外的独孤境 和他的炎黄帝宗 果然按捺不住了 哇 在震天的喊杀声之中 八十万大军 几乎从四面八方 冲进薛元湖 独孤境在一个方向 方太清 则在另外一个方向 那些带着三元杰文书的宗主们 全部驻守在独孤境那边 全体增强的六十万大军 兴许能对独孤境 造成一定的阻拦 在这样的前提下 李天命的任务 就是全力斩杀方太清 这种巅峰强者 其余秦峰阳 长孙神穷等人 翻不起风浪 于是 李天命在方太清 冲进洁界的一瞬间 就锁定了这个 身穿青色凤凰长袍的 中年男子 那手持七窍凤 王腔的方太清 更是瞬间锁定了他 呵呵 他笑了两声 李天命同样笑了两声 在磅礴的愤怒 厌恶之下 碰上方太清这种人 李天命一句话 都不想跟他说 说一句话 就是浪费时间 可能导致独孤境 造成更大的破坏 同样道理 方太清如此忌惮他 一天不杀死 李天命这个变数 他一天都不得安宁 他有预感 必须得李天命死 他才有可能 按照预想那样 大展宏图 你是我太清方氏一族的拦路使人 方太清带着三只巨大的凤凰 直接冲杀而来 无数人在关注他们的对决 这几日 关于李天命的修炼 薛园湖内有很大的传闻 传得非常玄乎 他在这一战 到底能表现出什么实力 影响了神宗和地宗决战的整个战局 李天命必须要赢 神宗才会有希望 否则要么鬼神降临 要么独孤进一统天下 这个少年 比谁都清楚自己的责任之重大 知道自己肩膀上 承受着半个炎黄大陆的希望 神宗上下 把我当作十足转世 愿意为我奉献一切 那四个宗门 因为我的话 连宗门都放弃 选择在这里 陪我疏死一搏 我李天命 拼上这条命 都不能辜负他们 对我的期望 方太清 受死 这些话 都在心中默念 战斗的时候 他的双眼 已经爆发出了炽热光芒 上 除了仙仙在辅助六十万大军 李天命身边 萤火 喵喵和兰荒 随他出战 喵喵直接施展了地魔混沌 化作巨兽 如此一来 双方都是一人三兽 兄弟们 再来赌一把 李天命叠穴刀 赌什么 萤火一听 马上兴奋了 最晚解决对手的那位 吃一惊粪便 李天命发飙了 太狠了 本喵喜欢 喵喵眼睛大亮 龟爷也要参加 兰荒弱弱的 我草 这不公平啊 一惊使 我龟第一口都没感觉 老子要分三顿吃 萤火吐血道 意思就是 你怕说 李天命比一道 放屁 都特不给老子上 萤火急了 直接选了方太清一只凤凰 冲了上去 几个 你作弊 等我啦 喵喵跟了冲了上去 他们都是心灵交流 一个赌注 只是一个瞬间的事情 丝毫不耽误他们的进度 说起来 很久都没有真正 生死战了 李天命浑身鲜血都在沸腾 他热爱这种战斗的感觉 他享受着 自己对方太清的厌恶 愤怒 尤其是 对方现在这一副绝世高手的嘴脸 那种冷漠 骄傲 真是逼着让人 去把他的脸给打住 方太清原本有四头凤凰 如今死了一头 只剩下三头 这三头凤凰 对应着他现在的三种发色 分别是 青 白 赤 那白色烈焰凤凰 名为方天白凤 那赤红色的火焰凤凰 名为太玄黄王 那青色的怒火凤凰 名为青火混猿鸟 三大凤凰 都有九百多星点 方太清 乃是火焰天意的佼佼者 如今 他长袍裂裂 长枪在手 三色长发飞扬 一双丹凤眼十分狭长 完全不显得奸诈 反而阴冷无情 其浑身烈火汹涌 倒确实有三分天下第二的气度 轰隆 他们双方 在万众瞩目之中 直接杀到了一起 第九百二十章 一枪凤凰钥匙 双剑魔神震天 对方三头都是火焰凤凰 其实萤火占据很大便宜 他对上的 就是方天白凤 这一头雪白的火焰凤凰 最为圣洁 对比起来 萤火就像是他眼前 一只婴儿鸟 形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不过 在刚刚交锋的瞬间 为了不吃粪便 萤火就跟疯了似的 神通轰炸 战绝狂飙 他的炼狱火影 直接扑到了 那方天白凤的身上 以双翅施展六道生死剑绝 当他用出九天凶魂剑阵的时候 李天命一点都不意外 扑扑扑 一只渺小的凤凰 却如同召唤了九天凶兽 同时降临 镇压在方天白凤的身上 那方天白凤愤怒奸笑 顺身羽毛闪耀 白火汹涌 施展神通光闪爆炎 这是光芒和火焰双重神通 爆发时刻 全场闪耀 白赤火焰朝着周围翻滚 直接爆炸 形成了刺眼的光波 同时 这方天白凤的肉身 也极其强大 只可惜 他有点难碰到萤火 萤火直接闪进了 那光闪爆炎的范围 拥有清灵塔和火焰免疫的他 根本不怕这看起来 相当恐怖的神通 所以 到达方天白凤眼前的时候 他身上虽然有伤势 但完全不受影响 扑扑扑 九天凶魂剑阵下 九头剑气所化的九天凶兽 是要在方天白凤的身体上 杀出了大量的血窟窿 在四大战场之中 毕竟九重升级的萤火 是第一个压制了对手的存在 很显然 他再怎样 都不用吃分辨了 另外一边 喵喵和赤红色的 泰玄黄王低空对决 他们双昂 雷霆和火焰相互轰炸 他倒是想用太白魔骨 和对方进战 但是对方并不想 他只能干着急 大多时候他被压制 泰玄黄王的神通所明火 和泰上猎阳都很强 不过 有青灵塔在 喵喵起码不会落在下风 至于蓝黄那边 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水中 可以说是水火不容 那青火混猿鸟 在天上施展神通青天火雨 轰炸蓝黄 却不敢下来 蓝黄也上不去 他想拿下这家伙 除非青火混猿鸟 放弃飞天的优势 所以 今天会输的人 很可能就是蓝黄 当然 因为蓝黄的牵制 这青火混猿鸟 也伤不到其他人 可以说 李天命这三头半生兽的出手 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毕竟 方太清可是十二重生节的巅峰强者 堪比天命神城时期的风轻玉 这岂不是说李天命 已经到了那等程度 答案 显而易见 在三大半生兽的中央 正是李天命和方太清的对决战场 李天命白发飞扬 手持一双东黄剑 已经和方太清拼杀了一次 方太清的枪盗 名为规矩凤凤凰枪盗 可以说是十分凶猛 其实他长相斯文 但骨子里一直都是一个凶悍人物 真有本事 李天命 第一次交锋 就验证了自己的猜测 方太清心里更忌惮 一条狗 不配夸我 李天命撑开地狱剑皇结界 无尽剑气 在整个战场肆虐 这个结界 直接导致地中的八十万大军 被神宗联盟全面压制 关键是 这个结界 不但不影响李天命的战斗力 更能加成攻击 死 他越看这方太清 就越是奋募 九天凶魂剑阵 一剑出 巨兽崩腾 结界加上剑阵的威力 从天而降 在这样的关头 李天命甚至以窃天之眼 施展了一次阵魂之铜 我 呵呵 被辱骂了数次 方太清不但烦躁了 杀鸡更是攀登到了巅峰 无知诱饵 无畏 无道 他双手握住长枪 那七翘凤王枪 在其手中飞舞 其身上火光炼焰 面对那九天凶魂剑阵 他完全无惧 归去 长空 一枪杀出 百鸟飞天 一道惊天烈火 划过长空 洞穿九天凶魂 打破阵魂之铜 可见 十二重生结之力 确实很强 你的进展很恐怖 你就像是天道制造的怪物 但是很可惜 你差了一点 轻松破开李天命的手段 方太清运筹帷幄 冷淡一笑 逼装够了吗 李天命双手握剑 死结的力量 在身体上轰然爆发 他的金黑色双眼 在整个战场的爆裂厮杀之中 诞生了刺眼的金黑色光芒 闪耀到了方太清的脸上 福气吧 你一个人 救不了轩缘 他们也不配让你救 方太清再度前冲 眼中的杀鸡 如烈火一样焚烧 他头上的彩色长发 彻底焚烧了起来 或许 这是他的采风血脉天赋 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战力似乎再度飙升 体内的力量 产生了燃烧的感觉 这种燃烧 虽然是一种透支 但是在进行必杀一招的时候 最为合适 你这样优秀的天才 就应该 让我这样伟大的人 来终结你 方太清终于大声笑了 采风血脉 凤凰涅槃 今日 便是我凤凰一族 涅槃之日 我们一族 逆天重生 不会有人再记得 神宗的太清方式 往后这世界 只有炎黄大陆的太清方式 凤凰天族 归去 凤凰要是 这一枪 带着方太清的意志 如此闪耀 如此赤裂 那是强者的骄傲 更是一个士族的意志汇聚 他们渴望崛起 渴望用实力 赢得天下尊重 也许打败十足转世 就是最好的机会 方太清 一闪而逝 长枪贯穿 破 一声怒吼 宣示着他 心中所有的愤懒 只是在他的目光 锁定李天命的那一刻 他握着长枪的手 忽然颤抖了一下 那是什么 他眼中的李天命 飞驰在空中 一手握住一剑 双剑指向苍天 双剑之上 是两尊千米魔神 那两大阿修罗魔神 一男一女 一阴一阳 男者九头千眼 口中出火 九百九十手 八足 女者三头六臂 三面青黑色 口中涂水 美艳妖娆 这两大魔神 都乃渐气凝结而成 都乃是渐震之精华 而今 他们却以威严 霸道 如若上神般的眼神 震怒地看着方太清 在这刹那 他们开口 声音轰鸣 震耳欲聋 这两大魔神道 方太清 你背弃良心 背信弃义 落井下石 罪该万死 这是魔神审判 不 这是李天命说的话 却通过两大阿修罗魔神的口 震慑着方太清的魂灵 你一生 都在站位 你因为站位而崛起 也会因为站位而覆灭 既然你选择了背叛 就休怪我无情 如果只是 李天命在说 方太清不至于精神阵战 这是那两尊魔神的声音 他们的声音 震战全场 轰鸣魂灵 不得不一致崩裂 死 李天命双剑杀出 每一尊阿修罗魔神 就是一剑 一剑生之审判 一剑死之惩罚 双剑何必 就是 阿修罗魔神剑阵 那一刻 方太清一枪凤凤凰钥匙 李天命双剑魔神震天 长枪闪耀 洞穿了李天命的胸口 而李天命双剑披斩 无人能挡 两大魔神 轰然镇压在方太清的身上 轰隆 呼啸的无尽剑气 撕裂了方太清的凤凰长袍 洞穿了他的骄傲 粉碎了他的意志 方太清瞪大眼睛 加入帝宗这一步 他想了无数次 他只把他的对手 定位成独孤静 独孤静不成神 他能辉煌 成神 他同样辉煌 他万万没想到 真正终结他的人 会在薛园湖内 会是曾经那个天之圣境的少年 也许这就是命运 也许这就是报应 做错了 就要承担后果 喜欢站位 就要承受站错的下场 雨晴 在被诛杀的最后一瞬间 他想起了那个女人 他想起了 自己做出选择时候 他的歇斯底里 方太清流泪了 最值得珍惜的人就在眼前 我却在追寻无望之路 一步错 错尽终生 人间最大痛苦 莫过于死前忽然懊悔 一懊悔便是魂飞魄散 含恨而去 这个恨 那是无止境的遗憾 是对那个默默陪伴自己多年 任劳任怨的女人的愧疚 最大的痛苦 是没能在这样的时刻 和她说一声对不起 我错了 可惜 我完了 就这样 李天命这六道生死剑绝的爆炸威力 吞没了方太清 一剑之下 方太清 死 剑气呼啸 撕裂了周围的战场 那今天的动静 更是将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李天命的身上 当人们看到 天下第二的方太清 在弟子面前绝望倒下的时刻 一时间 全场沸腾 师祖 真的降临了 杀呀 狂热 同样能增强无穷的战斗力 他们眼中那白发少年 已经登上了神位 果然 不负众望 在这样今天的斗志之中 李天命低头 看了一眼胸口的伤势 清灵塔滋润之下 几乎快恢复了 他看了一眼方太清 心中诸多感想 都没来得及说 自作自受吧 谁都帮不了你 说完这一句 他看了一眼 萤火比他还先解决对手 喵喵和兰荒 还在死战 走 他要去找独孤界 轰轰轰 沿路 整个战场 都因他而沸腾 李天命之名 在轩辕湖上 呼啸席卷 方太清 则永远倒下 暗处 一个拥有四只眼瞳的青年 死死地盯着那风光的白发少年 然后 悄悄靠近轩辕道 燃灵宫附近 血色雷电波纹震荡 一个兽影 若隐若现 十二章爆发 一天四万字 这是无存稿状态 爆发最疯狂的一次 足足写了两天两夜 都没怎么休息 拼这一次 是为了让整个剧情结构 在周一完整展现给大家 从剑无翼的反叛开始 这一路的各方角色命运冲撞 从剑无翼 风清玉 江无星这条线 到方太清 独孤进这条线 再到鬼王 邪魔 九重地狱这条线 不管是豪放如欧阳剑王 还是真性情如李采薇 还是微臣如方兴影 每个细节 疯子都呈现出来了 接下来 还有最终的漩涡 这一段的群场大戏 让我绞尽了脑汁 很多时候想剧情 都想得睡不着 这一段最可贵的 是每一个人物都立住了 都有自己的宿命 剑无翼 风清玉 方太清 甚至是方兴影 都撞死在了自己的选择上 是巧合 亦是命中注定